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在我妈第108次逼婚下 我终于被逼上梁山 不 是被逼踏上了相亲的路 到了约见的咖啡厅 我又打开介绍人三审发来的语音 人长得可帅了 我忽悠谁还能忽悠你吗? 竟身高一米八 跳起来都一米九了 就是家里穷了点 你妈可一直跟我说不看条件 我深吸一口气 双眼就像是探照灯似的 扫尸一圈之后 目标锁定 坐在靠窗边的男人身上 她五官深邃 面容俊美 虽然是坐着的 但打眼一看 个子就很高 三审终于靠谱了一回 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我走过去 你好 我是周宁宁 陈叔梅介绍的 男人抬眸看我 她似乎很惊讶 漆黑的瞳孔晃动了一下 随即俊言之上浸出淡淡的笑意 你来相亲? 这话问的你不是 对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故案 这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手机一阵响 我拿出一看 是我母上大人在逼问进度 我心一横 用最快的速度 全方位无死角 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 手机还在不停地想着 我脑子里满是母上大人催婚的情景 我头皮发麻 看着那张俊脸脱口而出 民政局快下班了 要不先领证 剩下再慢慢聊 顾案脸上闪过一抹错愕 竟然真的站了起来 一个小时之后 民政局门口 我和顾案一人拿着一个红本本 看着面前这张帅到人神共愤的脸 我压下骤然结婚心底的恍惚 说道 既然现在已经结婚了 那我回去也能交差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我会做一个好妻子 顾案沟纯附和道 我也会努力做一个好丈夫 这张脸说什么都是动听的 我们一起双眼 你放心 我有车有房有存款 不介意你赚得少 现在咱们分居也不像话 晚点你就搬到我那去吧 顾案愣住 我赚得少 我之前听过一句话 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我表示理解你的情况 我三审都跟我说了 我真的不会嫌弃你的 以后我们一起努力就行了 顾案笑了笑 不再辩驳 加个微信 我连忙拿出手机 发给他一个地址 还有一串数字 这是我家的地址 还有密码 顾案点头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现在得去上班了 相亲只请了一上五嫁 刚回到公司 手机还在不停地响着 我打开一看 是三审打来的 我满脸笑意 是得好好谢谢三审 宁宁 你怎么回事 人家南方都等了一天了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什么 我咽了咽口水 三审说的话我怎么不太能听得懂 那个三审呢 您给我介绍的人不是叫顾案吗 什么顾案 我可告诉你 你现在赶紧过去见人家小宋还来得及 错过这个村 可没有这个店了 我猛地挂断电话 看着手中的红本 一阵惊悚 小宋那顾案是哪来的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故步地工作 我拿起包包 就往家冲 厨房里有一个正在忙碌的身影 整个家里都是饭菜的香味 我猛地愣住 跑得气喘吁吁的 疲惫在此刻也有了一些缓解 还没等我开口 顾案手里拿着铲子 含笑看向我 回来了 马上就可以开饭了 我一个机灵想起来了 我这个时间跑回来 是为什么 我快速走过去 搞错了 咱俩相亲的对象有问题 顾案耸了耸肩膀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他手上动作不停 我的介绍人也姓陈 也算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了 说着他看向我笑了出来 所以我们很有缘分 不是吗 反正都领证了 难道还准备理我 好像被蛊惑了 好像是这个道理 婚都结了 因为这点小事变成二婚 是真的不划算了 洗手吃饭吧 顾案端着两个盘子 放到餐桌上 话都说清楚了 我的心情瞬间就平静了下来 还真的坐上了桌子 一回家就能吃现成的 可真好 自从我搬出来自己住之后 下班回家要么叫外卖 要么就得吃自己煮的素食面 只有每周末回我爸妈那去的时候才能吃顿好的 有一说一 顾案的厨艺可以跟我妈媲美了 顾案吃饭的时候话不多 我也就没怎么说话 安静吃饭 吃完饭他收拾 我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过了一会儿 顾案出来在我身边坐下 他突然靠近我 突然有些紧张 这人身上的气场太强 而且他周身散发出来的那股张力 像是一只无形的手 轻轻握住我的心脏 我咽了口口水 侧头看他 顾案也在看我 眸色深邃幽静 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还有彩礼的问题 我连忙摆手 不用彩礼代表我对你的尊重 就冲这句话 我愿意相信我的闪婚对象、人品也不错 上天待我不薄 我笑了出来 你都不知道 其实我妈还反对我找有钱人呢 她说有钱人我顶不住 就找个普通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好 所以其实彩礼倒是没那么重要 这话虽然是事实 但我觉得对顾案多少也应该起到一些宽心的作用 没想到她听完反而促起了眉心 妈是真这么说的 我一时耿住 不得不说她适应女婿的身份真快 我点头 随口忽悠 真的 所以你要是有钱的话 我妈都不能同意我跟你结婚 下一秒 她又迎上我的视线 不瞒你说 我确实很穷 但就像我说的 我一定会努力做一个好丈夫 只是她似乎有些迟疑 我眨了眨眼 只是什么顾案神色十分认真 我现在没钱 但如果我以后有钱了 妈会对我有意见吗 这是什么问题 有钱当然好啊 这个当然不会了 谁会闲钱多呀 专把女儿嫁给穷光蛋 我妈也没那么坑 顾案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看她的样子好像她以后一定会有钱似的 对了 我想起一件事来 明天你跟我回趟家吧 我爸妈要见你 今天三审打电话 把我训了一顿之后 我妈也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差点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然后我以一招 我登记了大法 堵住了我妈的嘴 我妈还不信 骂我是小兔崽子 后来又要来看过案 被我以顾案紧张为借口推了说 晚上我跟她说明天再带顾案回家 这才把我妈彻底安抚下来 我又问顾案 你的家人呢? 顾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在乡下 我明天打电话通知他们 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我再告诉你 我又看了眼时间 还早着 我还有份策划要赶 就去书房了 这一忙就忙到十点多 一阵敲门声这时响起 我应了一声 顾案推门而入 快到十一点了 你早点休息吧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了 我搬出来自己住就是为了工作方便 因为我经常熬夜 父母总是担心我 但是此刻面对顾案的关心 我心里暖暖的 谁能拒绝一个绝世大美男的嘘寒问暖呢? 我保存了文件 关掉电脑 边走边活动手腕 累了 顾案问 我点点头 嗯 打太多字手就会累 但是也没办法 顾案没说什么 我们两个一起出了书房 快要进卧室的时候 我猛地想起一件事来 我和顾案睡一起 我定在门口 头顶传来故案低沉的嗓音 怎么了? 我侧头看了他一眼 脸颊猛地烫起来 没什么 我先洗漱 我快步回到卧室 直接冲进卫生间 反锁上门 站在镜子前 我看着自己红得跟喉屁股似的脸 脑海里的马赛克越来越厚 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 发生点什么也算是情理之中 但是说起来 这闪婚进度还真是有点快了 磨磨蹭蹭地洗漱完 我从卫生间出来 顾案以着床头坐在床上 被子盖到腰 上 半身什么都没穿 这家伙简直就是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代名词 那肌肉也太性感了吧 怪不得他看上去就幸 张力十足 我心狂跳 这要是男模 我得点到倾家荡产 宁宁固暗出声 嗓音充满雌性 我回过神来 紧张地吞了口口水 绕过床尾 钻进被窝里 我躺着把被子拉到脖子以下 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几圈 那个我家客房还没收拾你 你今天晚上就先睡到这儿吧 我说完都想给自己凉嘴巴 人家都已经躺在床上了 还用我说 猛地用被子盖住脑袋 我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要知道我上次跟男人在同一张床上睡觉 还是上次我紧紧闭着眼睛那个睡觉吧 我困了 我的脸烧了起来 固暗很快就关了灯 眼前一黑 耳边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感受着身后身躯传来的热气 我心跳如肋骨 耳边传来固暗清冷的低声 宁宁今天就像是做梦一样 我居然真的娶到你了 我心中奇怪 难不成他之前就认识我吗 正准备再问几句 转头却直直地撞向了一双灿若星河的眼眸之中 今天一整天 我都觉得这人的眼睛里装着的东西很复杂 让人看不懂 此时此刻 我竟然看清楚了那眼睛里面的深情 我心中疑惑更甚 古暗的脸距离我越来越近 我被那双眼眸所蛊惑 闭上了眼睛 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 我是在顾暗的怀里醒来的 他俊美的眉宇之间染着笑意 低头在我的唇上亲了亲 声音带着清晨特有的沙哑 早早 我的心跳还是很快 天哪 冲动了 果然还是应该先培养感情 吃早饭的时候 门口传来一阵铃声 顾暗站起身 我去开门 是快递 顾暗接过两个箱子放到门口的地上 你还有东西没搬来吗? 键盘 顾暗走过来 我一直用这个键盘打字 比较轻松一点 你放一个在书房里 一个拿去公司 我心下触动 昨晚我就随口抱怨了一句 我那键盘打字有点累 今早新键盘就到了 还两个新 心中涌现出甜蜜的泡泡 去公司上班 我刚把新键盘换上 我的同事蒋欢就过来了 他双眼放光 哇! 宁宁 你这键盘能让我试一下吗? 他是个重度键盘控 据说家里收藏了一百多把键盘 平时那点工资省吃俭用的都用来入键盘了 我让出地方 你是吧? 蒋欢在我的公位上坐下 敲了几下键盘 一个净感叹 这手感 这声音 快快 宁宁 你在哪买的? 快点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 别人送的 我给你 蒋欢已经拿出手机登上淘宝自己搜了 没有啊 蒋欢问我是定制的吗? 我摇摇头 不知道 我给你问 我找我常去的那家店问问 看看他家能不能定制一把 蒋欢自顾说道 手指飞快在手机屏幕上操作 我笑着摇摇头 开始工作 过了一会儿 蒋欢突然呐了一声 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我看着他不明所以 这小妮子又怎么了? 蒋欢跑过来 眼睛瞪得大大的 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你这把键盘要八万块啊? 蒋欢把手机递给我 我看到他和客服的对话 客服说这把键盘是有版权的 人家不卖版权 所以他们做不了 而且这把键盘不管是套件还是键帽 以及轴体和内部构造 全都是高档材料 他们没办法定制 下面又加了一句 其实键盘溢价严重 我们普通人用静电容的就很好了 不用追求太高端的品牌效应而已 我什么情况?随便跟蒋欢说了两句 我转头去了卫生间 迫不及待地拨通了顾安的电话 八万块的键盘 疯了吧? 电话几乎是秒接 顾安只来得及说了各位 我就焦急地问道 顾安 你送我那俩键盘多少钱呢? 八万块? 有八万块的键盘吗? 顾安语气震惊 我那两把键盘加起来还不到三百块 我松了一大口气 那还好 我同事是个键盘控 他想要定制一把 人家客服说定制不了 还说一把键盘要八万块 顾安沉默了一下 我这个应该是盗版 我看好看就买了 而且用着真的很不错 对啊 打字很轻很舒服 挂断电话我回去了 跟蒋欢说是盗版的 一把还不到一百五十 蒋欢眼睛又亮了 真大 那你帮我也买一把呗 实在是太好看了 好啊 我回到公卫上坐下来 给顾安发微信 让他帮忙买一把 顾两秒回 好 当天下午 铜城小哥就把键盘送来了 我把键盘交给蒋欢 他立刻给我转了二百块钱 你给多了 我提醒 不多不多 就这键盘的重量 这质感 比我买的大几千块钱的都好 我还赚了呢 蒋欢美滋滋地去拆键盘了 我把这二百块钱发给顾安同事 给我转了二百块 还赚了 顾安把那二百块钱收下 你同事喜欢就好 以后你们在公司也可以互相帮助 我心里甜滋滋的 好像结婚也不错 这种时时刻刻都被人挂在心上的感觉 这该死的细节 中午我和蒋欢讨论吃什么 顾安打来电话 我给你准备了便当 马上就到你公司了 蒋欢还在兴致勃勃地说 中午去吃什么 我有些不好意思 可能要你自己去吃了 我老公说他一会过来 给我送便当 蒋欢张大嘴巴 刷得一下站了起来 双手掐住我的脖子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结婚为什么不叫我艰难呼吸 昨天这边的动静太大 我今天第二次感受到了 来自同事们的注目里 孟璇扑斥一声 周宁宁 你结婚了 怎么不给我们大家说一声 我们好去看看 你嫁了怎么一个穷酸的老公啊 孟璇是我的死对头 平时仗着是总经理的侄女 天天拿鼻孔看人 不光如此 小组做案子 他出没出力 功劳一定都是他的 而我就是那个被他抢攻很多次的大冤种 我翻了翻眼睛 关你屁事 你要是想随份子就不用了 我跟你不是很熟 以后分组的时候 你别跟我一组 就当是你出过钱了 孟璇脸色一沉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字面意思 你听不懂 就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孟璇恶狠狠瞪着我 突然就笑了出来 周宁宁 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嫁一个没用的老公 以后生一个没用的孩子 你老公是有多拿不出手啊 你有几个孟璇的狗腿子毫不避讳地哈哈大笑了出来 孟璇一副高贵的姿态 没关系 周宁宁随份子 那几个钱我不在乎 我们大家给周宁宁转红包 晚点让周宁宁请我们吃顿饭 让她把老公也带出来给我们见识一下 蒋欢都看不下去了 你想要看热闹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别带上我们 孟璇一个狠利的眼神甩过去 你和谁说话呢? 蒋欢拍二起 这公司是你家开的 大不了我们不干了 你信不信我们闹到总部 到时候你那个叔叔都保不住你 有几个有血性的也附和蒋欢 孟璇当然也不敢把事情闹大 真怕她叔叔保不住 她瞪了我一眼 转身就走 过案这时给我打来电话 说她在我们公司楼下了 欢欢 你陪我下去取便当 走吧 我朝蒋欢伸出手 她白了孟璇一眼 立刻过来挽住我的胳膊 和我一起下去 还给我转了个五百块的红包 我肯定是得随份子的 我笑着说 谢谢顾安就等在公司门口 看到我出来 她大长腿一脉 走过来将便当交给我 我接过来 谢谢 你不忙吗? 顾安笑了笑 没什么忙不忙的 给老婆做午餐的时间还是能抽出来的 我心里甜滋滋的 咧嘴笑了出来 一转头就看到蒋欢盯着顾安都看直眼了 宁宁 这是你老公啊 快点带你老公上去给孟璇看看 她还说你老公又丑又挫 瞎了她的狗眼 顾安对蒋欢微微汗手 你好 我是顾安 周宁宁的老公 她接着说便当我做了两人份 你不嫌弃可以尝一尝 蒋欢立刻摆手 不嫌弃 而且自己做的肯定比外面卖得干净 顾安点了点头 那你们进去吧 我先走了 拜拜 我摆摆手 拜拜 顾安又看了我一眼 朝不远处的地铁口而去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她那一眼里好像还有些无奈 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了 蒋欢才又激动地抓着我的胳膊画拧拧 你老公真的太帅了 比大明星都帅 必须让孟璇他们看看 打烂他们的脸 我被她的话逗笑 以后会有机会的 你老公对你真好 蒋欢挽着我的胳膊往里走 还给我带了一份 我刚才忘记和她说了 以后在公司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不能白吃对不对 她还真是个小机灵 顾安确实是这个意思 她考虑得真的很周到 回到部门 好多同事的外卖已经到了 都开吃了 蒋欢也不着急吃饭 和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大声说 我刚才看到宁宁的老公了 帅得简直不像话 我跟你们说你们没看到 真是没眼福 我知道她这话是故意说给孟璇听的 孟璇冷哼了一声 蒋欢 你诈呼什么 为了别人的面子拼命 你可真是吃饱了撑的 公司是你家开的 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关你屁事 蒋欢直接对回去 孟璇没再说话 起身出去了 另外几个也跟出去 我和蒋欢一起吃饭的时候 她问我 你有跳槽的打算吗 孟璇实在是太恶心了 你要是有去处 记得带上我一个 我笑了出来 已经闹成这样了 以后分组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拒绝她了 以后都咱俩一组 蒋欢叹了口气 这也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的 争取呗 人心不合 项目肯定做不好 上头会理解的 她点头 下班 我和蒋欢一起出去 远远地就看到 顾暗站在花坛那边 旁边有好几个人在偷偷摸摸拍她 蒋欢立刻回头看 然后泄气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就能看到你老公了 你在这等会儿 她跟个小孩子似的 我笑着推了她一下 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先走了 拜拜 我快不过去 顾暗拿起放在花坛边上的那一大堆礼物 和我一起去取车 你买了这么多 都买什么了? 我伸手去拿她的手 躲开一些营养品 还有茶 第一次见岳父岳母得多买点 不重 她把礼物放到车后面 由她开车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回头看 你这买的也太多了 足足十个 她两只手怎么拿过来的? 到了我家 我爸妈已经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了 看到顾暗两人 那眼神就跟蒋欢看到顾暗时一样 亮晶晶的 我爸十分满意地点头 嗯 不错 这模样都快赶上我年轻的时候了 我妈白了我爸一眼 人家小岸第一次上门 你正经点 爸妈 这是顾暗给你们买的 我拉着顾暗让她将礼物放到沙发上 我妈打开袋子 从里面拿出一个盒子 打开燕窝 我妈抿了抿唇 这得多贵啊 这孩子竟乱花钱 顾暗连忙说妈 不贵的 我妈被她一声妈叫的嘴都合不拢了 连忙拿出红包改口费 顾暗站起来双手接过 朝我妈鞠了一躬 谢谢妈 还有我的 我爸也递上红包 顾暗也双手接过 鞠了一躬 谢谢爸 我爸打开茶叶 连连点头 嗯 这茶一看就是上等货 好茶好茶 顾暗又连忙说 其实就是普通的茶叶 爸 您喜欢喝我再买 我爸更满意了 吃饭的时候 我妈问顾暗什么时候能和她家人见一面 顾暗说我家人都在乡下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他们明天就过来 那我先订酒店 饭店我妈说着要去拿手机 我拦住我妈妈 一会吃完饭我订 吃完饭 顾暗起身收拾桌子 我妈拦都没拦住她在厨房洗碗的时候 我妈在我耳边说 小安这个人不错 看面相就能看出来是个老实人 就是长得太好看了 容易遭人惦记 不过她看上去真不像有花花肠子的 我爸也凑过来问我 他买那些东西到底花多少钱 那茶叶一看就可贵了 他没多少钱 我实话实说 而且爸你平时买的那些茶 也别以为真值那个价 卖家含泪指着你报复呢 我爸撑了我一眼 去 你不懂别瞎说 谁都不能说他的茶不好 第二天正好是周六 顾暗家人到酒店的时候 呼啦啦一大群人 阵仗有点大 很快我就被团团围住 顾暗则被挤了出去 我的手被一双温暖的手握住 那双手皮肤有点松 皱纹也很多 但是很温暖 这就是我孙媳妇 长得可真好看 太好看了 我孙子有福气啊 宁宁 我是婆婆 我是爸爸 我是二婶 我是 我一个点头喊人 顾暗家的亲戚是都来了吧 因为人多 又临时换了个大包厢 进去之后 我就开始收红包 奶奶更是将她手上的玉镯 直接套在了我的手上 我连忙拒绝 不行呀奶奶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这是奶奶给孙媳妇儿的见面礼 你必须收下 奶奶笑咪咪地说道 而且不贵 我买的时候才六百 婆婆也说对的 不贵不贵 宁宁你收下 奶奶给的 你收下吧 顾暗说 谢谢奶奶 我收回手 看了看手腕上的镯子 我一点都不懂玉 只觉得这六百块的镯子还挺好的 包厢内气氛异常的好 吃完饭 公公婆婆又把礼物拿出来给我爸妈的 还有给我的 其中还有很多印记的果蔬 都是自家种的 亲家你别嫌弃啊 我妈笑得何不拢嘴 怎么会嫌弃自己家种的都是绿色食品 平时想吃还吃不到呢 晚上十一点多我和顾暗才回到我们的家 还带了好多的果蔬 刚出电梯 走廊两边素白的墙壁上 齐刷刷的广告牌映入了我的眼帘 这怎么回事 我走过去 物业现在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电梯里放广告就算了 怎么还挂到家门口了 我转身往电梯那边走 我去找他们 宁明顾暗追上来 今天有点晚了 明早我去找物业 而且现在物业已经下班了 我只能先压下这股气回到家 顾暗将带回来的果蔬 整整齐骑马到冰箱里过来安慰我 别生气了 明早我就过去 我也去 第二天九点多 我和顾暗一起来到物业 让他们把广告牌都拿下去 物业经理态度很好 说出来的话却气死个人 是这样的 现在每个小区基本都这样 上面也管不过来 这是明晃晃的示威啊 还不如直接说我们就接广告了 你能拿我们怎么样 这种软钉子更恶心 我拿出业主的强硬 我再说最后一遍 把广告牌给我撤了 都挂到我家门口去了 你们还能要点脸吗 其他小区怎样我不管 我家门口就是不能挂 经理依旧笑咪咪的 这时走过来一个中年男人 顶着地中海和啤酒度说道 都说了 上面也不管 别的小区都一样 那怎么我们还一点外快都不能赚了 你要真看不得那些广告牌 你搬进高档小区里啊 这话未落 一股寒意突然袭来 故暗低冷的嗓音响起 这就是你们对待业主的态度 物业经理陪着笑脸 不好意思 他这个人脾气大 去 你别在这添乱 那个地中海哼了一声走了 但话都说出来了 隔应人的作用也起了 物业经理或悉尼更恶心 你们不撤是吧 我自己撤 还有我会举报你们 我拉着故暗往外走 身后传来物业经理悠哉悠哉的声音 尊敬的业主 如果强提被破坏了 您是要赔偿的 故暗脚步一顿 回头看向物业经理 那眼神冰冷如雪 经理脸上的笑一致 他没说什么 拉着我离开了 我这股气一直憋到当天晚上七点多的时候 我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 对方说他是我们小区开发商负责人 问我现在有没有空 难不成是物业告状 要不然开发商怎么会打给我 我抿了抿唇 沉声说道 有空 很快 敲门声响起 我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女两男 穿得都很正式 手里还拿着礼物 三人笑咪咪的 态度好极了 一进来偷偷地瞄了一眼故暗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然后就开始道歉 这一次确实是我们的错 当初选择物业公司的时候 没有调查他们的口碑 给尊贵的业主带来麻烦 是我们的错 我们已经和他们解约了 新的物业很快就到 校区里所有的广告牌也都会撤下去 以后都不会再有了 给您带来的麻烦实在是太抱歉了 我们诚心向您道歉 说着三人又一起朝我鞠了一躬 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希望你们说到做到 开发商代表又点头哈腰到了会儿歉 最后说不打扰我休息了 这才离开 我关门的时候还有些云里雾里的 没想到我们开发商还挺好的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顾安笑着过来 事情都解决了就别生气了 开心点 我现在当然开心了 现在开心了 顾安挑眉 所以她眼眸深沉 带着极为明显的预念 声音也是沙哑的 先去洗澡 我脸颊滚烫 低下头 然后点点头 突然一阵天旋地转 我被顾安打横抱起 进了卧室 新的物业很快就上岗了 小区里的广告牌全部撤下 看上去就是比以前干净舒服多了 我还跟蒋欢说起这件事 蒋欢一脸羡慕 天哪 你们开发商可真好 不像我们小区都没人管 她继续吐槽 我们物业费又涨了 前段时间 物业还在门口安装了八条减速带 为了防止业主逃费 实在是太恶心了 她一拍桌子 我也举报 我点点头 对 不能惯着他们 中午古岸又过来给我送便当 她每天这么跑 我都有点心疼了 明天开始你就别给我送了 我吃外卖就行了 故岸醋了醋眉 外卖不干净 没办法 我们公司没有食堂 故岸朝我们公司看了看 眸色深邃了一分 我们两个坐在花坛边上一起吃便当 梦璇和她几个狗腿子突然走过来 我一抬头就看到他们满眼惊艳地看着故岸 周宁宁 这是你老公 故岸要站起来和他们打招呼 被我拦下了 他们不配对我 想到蒋欢说的话 痴笑了一声 现在你们看到了我老公不丑不挫 长得很帅 故岸探究地看着我 孟璇牟底仿佛燃起了火苗 下一秒又笑出来 朝故岸伸出手 你好 我是宁宁的同事孟璇 故岸将她便当合理的牛肉嫁给我 老婆 你多吃点 连一个白眼都没分给孟璇 看得我心里一阵舒爽 孟璇几个人兴兴离开 故岸这才问我 你不喜欢他们 他们欺负你了 我耸耸肩 就是职场里那些事 放心吧 我才不会被欺负呢 故岸没说话 只是又将牛肉加给我 这牛肉可真好吃 入口即化的 吃完饭 我送故岸去地铁站 然后回到公司 蒋欢过来告诉我 下午开会 我点点头 一点大家都到了 会议室里又有新项目了 主管站在前面分配任务 依旧是以小组的形式 然后跟我说 周宁宁你和孟璇一组 又来这套 我看向孟璇 她还挑衅地朝我挑眉 我直接站起来 主管 我要跟蒋欢一组 主管一个严厉的眼神过来 你当公司是你家开的 你说了算 散会 主管把文件甩在桌子上 周宁宁 你留下来 其他人都走了之后 主管过来 语气缓和了不少 周宁宁 我说你傻 你也别不爱听 孟璇是总经理的侄女 我都不敢惹 你说你干嘛 总往钉子上碰 让你和他一组 也是为了让总经理 记住你的好 我冷眼看着主管 他总是抢工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主管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你能不能别总在意眼前这点赢头小利 你别让他抢 你让给他 时间长了 他也知道他离不开你 到时候还不跟他叔叔说 好好提拔你啊 我都被气笑了 主管你是懂破的 我起身出去 茶水间里我刚接完咖啡 孟璇就进来了 周宁宁 你那个老公很帅啊 我不想搭理他 看着窗外搅动咖啡 就是穷了点 你还得陪他在外面吃便当 孟璇吃笑 你也知道我叔叔是咱们总经理 你要是肯讨好我 我一开心 说不定会跟我叔叔说 让他提拔你 我叹了口气 其实我也不是不爱带你做项目 实在是你太笨了 我说的你都听不懂 你这智商 还好有个叔叔照着你 要不然你都进不来咱们公司 你我白了孟璇一眼出去了 心里却明白 就孟璇那个牙字必报的性子 这是没完 半个小时之后 我被叫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总经理是个中年男人 保养得很好 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 他很儒雅 坐我在总经理前面的椅子上坐下 总经理 你找我有什么事 总经理走出来 你和我那个侄女之间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他过来手放到我的肩膀上捏了捏 小周 你业绩好 人长得漂亮 将来肯定前途无量 别跟我那个侄女一般见识 我醋眉 视线落到她放在我肩上的手上 总经理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手一直没离开过我早就注意到你了 是个人才 我决定好好培养你一下 不过你也知道有付出才能有回报 小周 你是个聪明人 我想你应该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这提示的已经很明显了 我心下一阵恶心 站起来 总经理 收回手 总经理 我结婚了 总经理笑了出来 我也结婚了 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遇到职场前规则 还是最让我恶心的那种不知羞的老东西 总经理既然结婚了 就好好对自己 老婆 我站起来 我就很爱我老公 但我侄女说了 你老公没钱的 那我也爱她 你有钱不也乱来 有钱有用吗? 我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应可离职 也绝对不接受前规则 一整个下午 我都没什么心思工作 下班故案来接我 她也看出我神色奄奄 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 这件事我还是想自己解决 晚上故案只是抱着我 轻轻拍我的后背睡觉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 快到十点的时候 同事突然跑过来告诉我 周宁宁 我看到你老公去总经理办公室了 故案天天中午来陪我吃便当 我们公司的同事都认识她了 我猛地站起来 大步往外跑 讲欢跟上来 那个宁宁之前 其实是你老公打电话给我 我也不知道她哪来我的号码 她问我 你在公司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就和她说了 你跟孟璇之间的事情 所以她就找到这来 还去找总经理了 我担心地进了电梯 用力按键很快来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外 我深吸一口气 敲了三下门 没人 应该不会过案出事了吧?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猛地推开门进去 过案你 嗯 办公室里一共三个人 过案总经理 还有我只远远看到过的总部的总裁 过案坐在沙发上 一副大佬坐姿 总裁站在她身边 而总经理则搭了着脑袋 一副犯罪了的样子 站在顾案面前 看到我 顾案一正 猛地站起来 紧张地问 老婆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有点发猛 我同时看到你 所以我就来了 你总裁大不过来 顾太太 实在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 您是顾先生的妻子 总裁的语气里带着焦急和害怕 好像我是她得罪不起的大人物似的 他一个劲儿给我鞠躬道歉 还让总经理过来 你还不快给顾太太道歉 道完歉 就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 总经理连忙过来跟我鞠躬 对不起 顾太太 我错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狗眼不识泰山 您饶了我这一次吧 求求你了 顾太太 我一家人都靠我养 我给你跪下了 说着就要跪下 完全没了昨天的道貌黯然 我不解地看着顾案 顾案神字慌了 也跟我道歉 老婆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回家再说行吗? 回家我给你跪下 总裁看了看顾案 又看了看跪下的总经理 都要哭了 顾太太 那我也给您跪下 怎么都要跪我 我指着总经理跟总裁说 他 你处理吧 对了 他还要潜规则 女职员说完 我就拽着顾案出去 门一关 我大声质问 到底怎么回事 顾案握住我的双肩 轻声安抚 老婆 你先别生气 我撒谎骗你是我的错 可我是有原因的 咱妈不想你嫁给有钱人 我怕她把我扫地出门 所以我其实早就准备跟你说实话了 没想到还是先被你发现了 老婆你原谅我吧 这可怜兮兮的语气 我一阵无语 人家都是庄父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庄穷的 你可真行 再说了 这有什么好撒谎的 咱俩都结婚了 就算我妈知道你有钱 也不可能让咱俩离婚了 顾案 抱住我 我害怕好不容易娶到你 我不想失去你 我都气笑了几分 只是这话听着怎么有点奇怪呢 我突然想起来刚结婚那天晚上 顾案说的话 严肃起来 你最好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 就是那个故事 你知道吧 他小心翼翼地说 那就是我们家的公司 我是总裁 故事集团龙头企业 金圈金字塔尖的存在 所以我这是一不小心 架了个超级大佬 架进了顶级豪门 烧开水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和顾案同时转头 就看到蒋欢呆呆地站在那里 所以蒋欢咽了口口水 我那个键盘真的是八万啊 顾案搂着我走过去 笑着说 其实我还欠你一个人情 我老婆在公司里有些事情我不能第一时间了解 以后还请你帮我多照顾一下我老婆 蒋欢愣愣地应道 这应该的 孩子被吓到了 我回到部门 孟璇就过来了 周宁宁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我着急看策划 你快点写出来 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我不跟小偷一组 孟璇气得五官争鸣 周宁宁 你个贱人 说什么呢? 看她这副嘴脸 再想想我老公 我突然有点理解她的心态了 不就是靠山吗? 谁没有她的靠山逗她了? 我勾唇 我说 你是小偷 你听不懂人话 有本事去告状啊 办公室在那边 孟璇眯着双眼瞪着我 转身去找主管 过了一会儿主管出来 周宁宁 你怎么回事? 你非要闹得整个部门都鸡犬不宁 是不是? 这还怪我了 怎么回事? 一道立鹤声传来 紧接着总裁大步过来 看到是我 他吓了一跳 一巴掌甩在主管的脸上 还不快给顾太太道歉 主管蒙了 总裁 你收拾东西 给我滚蛋 总裁咬牙切齿 估计也是怕被主管连累 主管脸色苍白 更显得脸颊上的掌印鲜红 孟璇也愣了 总裁他和主管顶嘴 你也给我闭嘴 总裁指着孟璇的嘴都给我滚 说完继续向我陪着笑脸 其他人都大气都不敢出 我和总裁出去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 孟璇和主管连忙过来 跟我道歉求饶 尤其是孟璇哭的脸上的妆都化了 后来是蒋欢告诉我 我和总裁出去之后 孟璇他叔叔给他打电话 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孟璇和主管也呆不下去了 灰溜溜地收拾东西走人 当天晚上回家 顾岸就跪在了搓衣板上 那搓衣板还是他现买的 老婆 我真的错了 看着这张脸我根本气不起来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顾岸 你起来 他摇头 我严肃命令起来 顾岸 立刻站起来 说吧 相亲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也搞错相亲对象了 顾岸解释 他其实不是去相亲 而是和朋友约好去谈事情 没想到我把他认成相亲对象 那一刻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 所以想都没想 就答应跟我领证了 你之前就认识我 顾岸拿出他的钱包 里面有一张照片 是我们两个的合照 照片上我穿着白色衬衫 手里拿着捐赠证书 冲着镜头笑 那一瞬间 陈锋的记忆尽数冲进了我的脑子 我就说顾岸这个名字我怎么那么熟悉 他是我们学校的 我大一开学那天就是他负责接待我 但没几天他们就离校实习了 后来顾岸回学校捐楼 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感谢 那张合照就是他捐楼那天我们一起照的 我心底的震撼源源不断 你那个时候就喜欢我了 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一见钟情 顾岸点头 深深地看着我 只不过后来我出国就一直没能去找你 我刚回国没多久 本来打算等过段时间制造一场偶遇 没想到顾岸说到这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你跟女神一样出现在我面前 老婆那一刻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你知不知道我心脏狂跳 这童话般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身上 感觉好不真实 所以小区物业的事情也是你解决的 顾岸点头 那你家人呢 他们也是配合我演一场戏 我只是没想到七大姑八大姨也跟来了 那天差点吓死我了 顾岸一副劫后余生的语气 这个镯子我抬起手 真六百块 不可能吧 顾岸 不是六百块 是六百万 我的手垮得一下垂了下去 六百万 我这几天一直带着六百万到处走 但那些瓜果蔬菜确实是自家种的 就在城郊的农场 咱妈喜欢吃 以后每天都能吃到 顾岸握住我的手 轻轻晃了晃 老婆 你别生我气了 我哪还舍得生气啊 我倒是不生气 只是我爸妈那顾安俊严垮了下来 她拿起搓衣板 明天我去找爸妈跪 我点点头 也行 吃完饭我和顾岸看电视 结果看本地新闻的时候竟然看到顾岸了 就是一张照片 看上去还是偷拍的 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是顾岸 电视里传来声音 京圈太子爷回归商界 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我笑着打趣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京圈太子爷手腕是狠 但是个恋爱脑 顾岸勾纯 有 我俩笑着看向彼此 突然想到什么都在彼此眼里看到了惊恐 果然 我妈的电话过来了 在电话里噼里啪啦 问我怎么回事 你不是告诉我小岸是个穷小子吗 怎么摇身一变成了京圈太子爷 周宁宁 你连我都骗 我心脏一阵秃秃 我妈发起火来 我是真的害怕 挂断电话 我磕半地说道 咱俩现在就过去吧 给我也买个搓衣板 她歉意地看向我老婆 我贵两份 好主意 回家后 我爸妈泡好了茶叶 准备好了饭菜 脸上笑嘻嘻的 我爸甚至得意地跟我炫耀 看到了这茶叶 我一看就是好的 我妈也说早说怎么还瞒着家里只有固案是瑟瑟发抖的爸妈 我以后一定会对宁宁好的 我保证后来她把家里的财产都放在了我名下 她还说以后都听老婆的 这谁受得了啊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人 家里兄弟姐妹相对来说都比较多 少得两三个 多得四五个 别家庭有可能七八个 在那个兄弟多了就是饱的年代 很多父母希望多生几个儿子 主要是可以增加家庭的劳动力 当然兄弟多了也不见得全是好事 娶媳妇难 再者 兄弟之间的矛盾也会增多 比如为了一间房子 争得鱼死网破 比较那个时候的经济不发达 能够多建一间房子也是需要很好的基础 我爸爸兄弟四人 从小到大感情都很好 直到我爸爸结婚后 所有的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变化着 首先就是下面三个的弟弟开始嫉妒 觉得爸爸结婚了 把家里最好的两间房分走了 导致三个弟弟挤在一间房里 尤其是四叔 从小就是一个很乖巧的男孩 做事细心 不喜欢讲话 长得一表人才 在当时我爸爸和爷爷奶奶分家的时候 四叔还委屈地哭了 当然这些事都是妈妈告诉我的 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 四叔觉得我爸爸拿走了家里最好的东西 所以心存怨恨吧 爸爸作为长子 在二叔以及三叔结婚的时候都出了不少钱 二叔和三叔对我爸爸也非常好 只不过到了四叔结婚的时候 我爸爸实在是无能为力 因为我和弟弟长大了 读书需要花很多钱 而对于一个农民来说 公义双儿女读书并非一事 当时爸爸抱着这样的态度 有钱出钱 没钱出力 比如家里办酒席这些事 除了是长兄的身份外 更肩负着父亲的角色 因为此时的爷爷身体很不好 所以就把这份责任交给我爸爸 忙前忙后 但四叔不为所动 一直觉得爸爸没出钱就不对 可我爸爸还是劝说二叔和三叔出了钱的 但四叔并不管这些 四叔结婚的时候是1989年 彩礼花了四百元 这笔钱是二叔和三叔出的 当时四叔身无分文 媳妇还是我妈妈给介绍的 可似乎不念这份情 婚后没多久 似乎开始向我爸爸要一间房 说他的房子漏雨 必须再给他一间房 那个时候我们家住的还是老房子 大概有三十多年了 是我太爷爷在世的时候建的 爸爸刚开始答应给 但妈妈不同意 就是这一间老屋导致我家和四叔十一年没有来往 四叔在结婚后第三年去了市里打工 此后很少回家 除非在过年的时候回来一下 但是看到我们家人就像见到温神一样远远地躲着 好在当时兄弟四人过年的时候不在一起 这才能避免一些尴尬 其实我很喜欢四叔 除了他长得好看 最主要是四婶是一个很温柔慈祥的女人 总是慢条斯里的说话声音很好听 可我和四婶见面的时间真的不多 说起来四婶和我妈妈还是远房表姐妹 因为四叔的原因 两姐妹之间也是不讲话了 人为采死鸟为食王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哪怕是亲兄弟之间也是如此 两千年 我考上了重庆大学 这在我们村也是第一位考上大学的女孩 可这个时候我爸爸却出了意外 在摩托车的时候因为策划导致双腿骨折 原本爸爸是给我送学费的 可此时只能当作医药费 那个时候我都想过不读书了 可爸爸说我是为了什么才这样的 你一句不读书就能解决问题吗? 即使砸锅卖铁 我也要让你和瑶瑶都读大学 你们谁都不能当一个农民 必须坐到办公室当农民 苦你们不了解 也没体验过 我在外面打工一年 顶多回来十多天 还不是为了你们姐弟俩好好读书 学费我慢慢想办法 到时候让你妈妈回娘家借点钱 那晚我在医院陪床 看到爸爸忍着疼痛 一晚上都没睡着 只是一个劲的谈起 我知道爸爸心里怎么想的 他对于自己能不能借到钱没信心 对于妈妈能不能在娘家借到钱杠没信心 因为爸爸心里清楚 亲戚朋友家境都一般 谁能一下子拿出来上万元 妈妈从房间走出来 让我跟他到楼道 问我 你是真的不想读大学 还是因为爸爸的身体 才说出这种话的 我犹豫再三 还是如实说道 我当然想读大学 能考上大学多么不容易 咱们全线一千四百名考上 能够考上一本的只有三十多名同学 不到百分之三 而我是幸运的 也是努力过的 肯定不甘心 但是你看我爸爸 我的话没说完就被妈妈打住 放心 肯定不会耽误你读书的 手术做了之后 你照顾爸爸 我回一趟娘家 找你舅舅和姨姨借点钱 能不能借到先不说 但我必须回一趟娘家 明天你二叔和三叔来 别哭丧着脸振作起来 我点了点头 表示答应 第二天一大早 大概不到五点半 二叔和三叔就来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四叔也来了 先是笑着对我说 小妮 恭喜啊 你可是咱们家第一个大学生 还是个女大学生 真是出息了 这么多年来 四叔第一次对我这样 还是挺别扭的 不过还是客气地说了一句 谢谢 三个叔叔这次来 除了看望爸爸 还送来了手术费用 每人五千元 对我们家来说 这笔钱足够多了 爸爸的手术费也凑够了 可我的学费还是没有着落 爸爸心知肚明 但没有向三个叔叔提起 爸爸和四叔之间的关系 也在这一刻得到了缓解 也许是亲情 也许是大家都想明白了 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 大家也都理解了彼此 二叔和三叔走了 但四叔留了下来 他说在这种地方 没个男人是不行的 小鹿在看家 小妮又是个女娃 很多地方不方便 我最近闲着 还是留下来照顾大哥 我瞧了一眼爸爸 他的眼睛里出现了泪花 但一直没有留下来 一个月后 爸爸出院了 而我也到了去学校报到的时间 可此时学费还没有着落 原本并不怎么发愁 但这个时候 心里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在出院后 四叔开着朋友的车把 我们一家送回村里 因为是借的车 所以下午吃了饭 就要赶回城里 临走时 四叔拿出来一万元对我说 小妮 四叔这些年做得不好 对不起大哥 也对不起大嫂 更对不起你和小鹿 作为弟弟 我心眼太小 作为长辈 我没有给你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这几年赚了点钱 这笔钱你拿着上学用 每年开学直接到四叔家拿钱 今年我回来过年 小妮给四叔做几道下酒菜 我要和三个哥哥好好喝一顿酒 我没有说谢谢 只是给了四叔一个拥抱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的天才妹妹 我的妹妹是个天才 六岁就拿了舞蹈大奖 妈妈相信她能成大器 疯狂让她练习跳舞 控制身材 我心疼妹妹太瘦 偷偷给她夹肉吃 妈妈看见了直接把一盘红烧肉扣我脸上 大骂 蠢货 你想害死她是不是 我没有弟弟 只有一个妹妹 原先家里也是想再要一个的 但妈妈生妹妹时难产伤了身体 后面就再也怀不上了 盼孙如命的奶奶总是在家叹气 叹得妈妈脸色苍白 直到妹妹四岁那年被幼儿园老师选中上台表演 所有人都看到了她的舞蹈天赋 她手长脚长 身姿灵动 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样子活像一只小蝴蝶 连电视台过来录制视频的工作人员都说 这个叫星月的小朋友长大以后不得了啊 或许只是她无心地夸赞 却点燃了妈妈内心的袭击 不久 她出钱把妹妹送进了舞蹈兴趣班 那时我们家境还很拮据 对于妈妈的执着 爸爸并不理解 妈妈不由分说 翻出家里的存折 你现在舍不得投资 以后哪里来的回报 星雨笨笨呆呆的 好不容易有个聪明点的星月 要赶紧培养她 晚了就耽误了 在门外偷听的我心脏顿顿的一疼 我就是那个成绩中等 长相中等 还没有兴趣特长的姐姐星雨 从那时起 我就知道 爸妈的爱似乎并不是无条件的 优秀的妹妹就比我受喜欢得多 妹妹上的少儿舞蹈班 价格不菲 在本地很有名气 好在她喜欢跳舞 也着实有天分 即使在几百人的班级里 也表现得数一数二 六岁她就参加市里的少儿舞蹈大赛 拿下了第二名 妈妈激动得面色红润 头发浓黑 仿佛一夜回春 她一手牵着妹妹 一手拿着妹妹的奖杯 没事就在街上闲逛 别人问她某某超市怎么走 她大声嚷嚷 你怎么知道我女儿拿了舞蹈比赛第二名 还有三千元奖金呢 那些天她赚足了眼光干家务 都哼着歌乐呵呵的 连一项重男轻女的奶奶都忍不住嘀咕 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台上有两下都能赚钱 爸爸也很高兴 但她在外地出差 没能回家为妹妹庆祝 妈妈有点不悦 在电话里挤兑她 你就死外边吧 星月将来还会拿全省第一名 全国第一名给我赚大别墅 到时候可没有你这个父亲爸爸的法 如她所说的那样 她并不满足于妹妹现在的名次 没几天她就严肃地督促妹妹 不能骄傲自满 下回要一定要拿第一 明白吗 我们省吃俭用送你学跳舞 你要对得起我们的良苦用心 妹妹懵懵懂懂的眨着大眼睛点了点头 而我在一边无聊地玩着布娃娃 等了好久也没等到妈妈过问我半句 仿佛我是个无关紧要的透明人 妹妹七岁时又去了一次舞蹈大赛 这回她不负众望拿下第一 市里的媒体争相报道称她为天才儿童舞蹈班将她的照片投放在大屏上 作为活字招牌 各种节目邀约也源源不断地涌来 开出让人心动的价码 可妈妈还没来得及高兴 便故轰然而至 爸爸在外面出轨了 还有了个一岁多的私生子 离婚是她自己提出的 我知道自己对不起你 星雨和星月我就不争了 房子也留给你 算夫妻一场的情分 爸爸低垂着头 却毫无愧色 奶奶也絮絮叨叨地帮腔 这件事是光辉做得不对 但终究怪你自己不争气 生不出儿子 星月再聪明 也是个女娃 将来要嫁人的 养了也是白养 不知道爸爸是不是也出于这样的想法 每次妈妈像她所要舞蹈般所需的费用时 她才不情不愿妈妈捂着脸 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眼泪顺着手指的缝隙 滴落在地 我从未见她那样脆弱 可她在抬起头时 眼神坚决无比 好 你们千万不要后悔 我的星月会比任何人都优秀 比任何人都孝顺 什么四生子 呸 比不上我星月一根头发 爸爸和奶奶离开后 妈妈又抱着妹妹嚎啕大哭 星月 你要给我争气 妈妈只有你了 我鼓起勇气轻轻拉她的手 妈妈还有我 我也会加油的 她转过头 余光纸淡淡在我身上扫了一下 你从今天起 你跟我一样好好照顾你妹妹就行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她这话的意思 她是要我们成为妹妹的私人保姆 把她送上坦荡星图 至于我的前途 没有的东西不必在乎 那时恰好传出 本是一个舞蹈生去国外研修 年薪百万的事情 妈妈听了更加振奋 一年几百万 几年就是一千万 能买多少房子啊 将来星月也是可以的吧 等我把她送去北京 再送国外 到时候看谁还敢瞧不起我 怀揣着这样的幻梦 她对妹妹要求越来越严格了 她制定了一个练舞计划表 把妹妹从早到晚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还要求她严格饮食 保持身材 而我的任务就是几乎寸步不离地跟在她身边 照顾她的一切饮食起居 哪怕她长胖一点 我都要被罚 是的 是我被罚 妹妹是舞蹈生 身上流布得伤疤于痕 妈妈也舍不得打她 所以每每有气就会把火发到我身上一次 我心疼妹妹 实在太瘦了 趁妈妈上厕所时偷偷给她加了一块红烧肉吃吧 我不跟妈妈说 她却怯怯地摇头 怕挨骂 我们快对快推散了一番 不一会儿 我突然觉得后背发毛 转过头看 是脸色铁青的妈妈 她直接把一盘热腾腾的红烧肉扣我头上 蠢货 你想害死她是不是 她马上就要上电视台表演了 不能胖不能胖 你还给她挑肉吃 我为她费了多少心血 花了多大精力 你都想毁了是不是 她咆哮着把我拽起来 我疼得说不出话 也睁不开眼 只能苦苦哀求她松手 妹妹则被吓得哭了 好几天不碰肉食 从那以后 妈妈好像从暴力中寻到了甜头 每次她想让妹妹做什么 都以我为要挟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 我就当着你的面打死她 听见没有 那些时候 我真感受不到自己是她亲生女儿 久而久之 妹妹也变成了人 她操纵的木偶结石 练舞比赛上 节目循环往复 终于在六年后 考上了大名鼎鼎的北武副中 妈妈扬眉吐气的 带着全家搬去了北京 可巧在那儿 遇到了旅游的爸爸一家 她的私生子已有七岁大 胖得像个球 新老婆倒是又瘦又高 很是阳气 就是脾气不太好 把奶奶指挥得一愣一愣的 曾经在我们面前 以止气使的奶奶 此刻却卑躬屈膝地像个陌生人 妈妈故意走过去和他们碰个正着 爸爸脸色苍白地看了好久 才敢相信是我们 你 星雨 你们怎么到北京来了 我说 妹妹来这边读书 我们过来陪她 她老婆扑斥一笑 哟 还来这边读书 你们交得起学费吗 这些年 妈妈一直没有工作 全靠存款和妹妹的收入度日 但他们不知道 妹妹接一次商演的钱 都够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妈妈轻轻撩了撩头发 学费 那是啥 我们星月一直都免学费 这次校方还直接给了三万的奖学金呢 对了 学校名字叫北武附中 不晓得你们这些土货听过没有 面前一堆人都噎住了 爸爸磕磕巴巴好一会儿 忽然眼神一领道 那你也不能虐待孩子 你看看 星月都瘦成什么样了 妈妈指着她哈哈大笑 虐待 我呸 你呸说这话 你儿子倒是过得舒坦 可惜是个读不来书的蠢货 留疾都留好几回了 要不去查查是不是弱智 不像我星月 年纪不大 钱都赚了一箩筐了 可惜她赚再多钱也是我的 和你屁关系都没有 你们就眼红去吧 那时我才知道 原来妈妈一直打听着爸爸一家的动静 知道妹妹比她私生子争气得多 方才安心 不过家里也只有妹妹才是她的骄傲 至于平平无奇的我 不配被她提起 妹妹念初中时 我也上高中了 妈妈把我塞进了北武阜中就近的一所浦高 但不准我住校 而是和她一起住租的房子 这样方便每天给妹妹送饭 她不放心学校的食堂 觉得里面的东西又贵又腻 还不如自己做 我劝了她很久 她也不听 无奈我只能每天往返于家学校和妹妹的中学做饭 打包 送饭 看着妹妹把最后一筷子蔬菜吃完才能离开 重复这样的繁琐麻烦还是其次 最难受的是经常因此上学迟到 每天早出晚归 睡眠也不好 久而久之 我本就一般的功课更是落下不少 月考成绩出来后 我排名几乎倒数 妈妈笑我 早知道你不是读书的料 不如现在就辍学 好好伺候你妹妹 等她发达了还能施舍你点工钱 不然就靠你这成绩考个大砖都难 我埋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内心痛苦又不甘 难道我真的永远是个废材 永远只配做妹妹的附庸吗 这种情绪在月末的家长会上达到了顶峰 妈妈又一次缺席了 虽然早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但当我望着周围全是热热闹闹的一家几口 自己却孤身一人时 绝望和失落几乎把我整个淹没 一呼一吸都成了凌迟 与此同时 妈妈却在朋友圈发了和妹妹的合照 星月在家长会上又被老师夸了 这孩子真给人长脸 照片里她把妹妹搂在怀中 一脸亲热 一如从前无数个我和妹妹同时开始的家长会一样 她总是毫不犹豫地奔向充满鲜花和掌声的另一边 把我丢在原地 我心有怨言 但最后也只能埋怨自己 为什么不聪明不漂亮也不懂事 愿自己庸碌无为 连妹妹的一一万都比不上 无形的乌云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时候一道声音却如雨后阳光般破开阴影 洒在我身上 宋星宇同学 我能坐这里吗 我抬起头 是个意想不到的人 班长许迟是整个年级成绩最好的人 长得也帅气 有不少追求者默默无闻的 我还从没想过能和他产生交集 我身边一直空着一个位置 就说可以 许迟抱着书本坐下 眼神示意了下前方 我同桌父母都来了 就让他们坐了我的位置 我下意识问你家长呢? 脱口而出之后才知道这句话有多不礼貌 许迟没有介意 只是无奈地笑笑都在外地工作 没法回来 不过我小姑在 她小姑正是我们的班主任许老师 我了然地点点头 家长会开到一半 许老师开始宣布这次期中考的成绩和名次 许迟一如既往是第一 获得了满堂喝彩 而我的名字直到末尾才被念出来 我心里头有些难受 却听得许老师说 宋兴宇同学虽然整体排名不高 但学习一直很认真努力 我相信她将来会一点点进步 取得更好的成绩 许迟也对我道 现在离高考还远得很 你在家把劲 一切皆有可能 我受宠若惊 眼眶微微发热 从小到大 还从没有人这样鼓励过我 原来被人肯定地感觉这么好 傍晚放学时 许迟教给我一个笔记本 里面是我所有的数学笔记 现在你数学最差 要好好补补 加油 我接过聂如这问她为什么要帮我 她嘴角上扬 班长帮助同学不是应该的吗? 本来已经对未来毫无憧憬的我 就这样重燃了斗志 从那以后 我每天都会忙里偷闲 打开她的笔记本 汲取知识 不愧是优等生 笔记质量极高 连我这种数学白痴都能一眼看懂 遇到实在不理解的东西 她也从不吝惜赐教 慢慢的我也算开了点窍 数学成绩肉眼可见的进步了 徐老师也总是鼓励我 还说我三年后一定能考上一本 我沉浸在这种收获的喜悦中 每天都快乐极了 学校成了我最爱去的地方 但另一边 妹妹在学校却遇到了麻烦 家长会后没多久 妹妹的班主任再次联系了妈妈 说妹妹在学校很不合群 希望妈妈有空多开导她 妈妈却挂断电话 一点没放在心上 杨才成群结队 狼都是单打独斗的 我家新月跟他们不一样 才不会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她又转过头对妹妹露出微笑 对吧? 新月妹妹下意识点头 手却在颤抖 一开始我还不太理解 优秀又懂事的妹妹怎么会人缘不好 直到几天后 我和妈妈一起给妹妹送午餐饭喝 当时妹妹正和同学排练着舞蹈节目 妈妈在一边欣赏了一会儿 忽然眉毛一皱 拉着老师问老师全班就星月跳得最标准 她怎么不是C位啊? 她嗓门很大 所有人都听见了 老师有些难堪的回应 这是群舞 队形是不断变化的 不存在C位妈妈不懂舞 此刻却争执起来 那可不行 新月每天辛辛苦苦练习 脚都跳肿了 怎么能到后排去呢?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哪个孩子练舞不辛苦 新月也不能搞特殊啊 老师黑着脸 妈妈却撒泼 我不管 反正星月不能到那么后面去 这对她不宫廷 我投诉你们 说爸又挤出笑脸谄媚道 这样 你把星月放在中间 落幕的时候 其他人蹲下去 她站着 那画面一定很漂亮 全班都无语了 排练也因为妈妈的打搅 草草结束 我带着妹妹吃干净的饭和离开时 听见有人美好气地窃窃私语 宋星月妈妈有病 她自己也有病 仗着跳得浩天冷着个脸 像谁欠了她五百万似的 她姐也是 每天都往这里跑 堵在门口烦死了 要是她不在这个班就好了 我大概明白了 妹妹在学校不受欢迎的原因 任谁的家长天天这么闹腾 也会被排挤的 而她经常听见这些闲言碎语 心里应该也很难受 妈妈却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 随她们说去吧 等将来星月成了大明星 咱还瞧不上她们呢 其中之后 我和妹妹的学业越来越紧张 熬夜复习都是尝试 某天我随口吐槽了一句 最近忙得快 月经不调了 妹妹忽然定定地看着我 我才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来过月经 她已经满十三岁了 现在还没出潮 的确不太不正常 不知道跟长期节食减肥有没有关系 毕竟关乎身体健康 我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妈妈 她的反应十分寡淡 有的人来得早 有的人来得晚辈 这有什么 我补充道 但你不觉得她实在太瘦了吗 之前她体检好像还贫血来着 要不要带她看看医生 妈妈不耐烦 什么医生 别瞎操心 妈妈好像对外面的一切都不放心 提起给妹妹看医生 她就十分抗拒 可妹妹的状态越来越不好了 她们排练的节目正是表演那天 她突然脸色苍白 浑身无力 老师劝妹妹下台休息 反正找得到临时替补 妈妈死活不同意替补 新月从小到大都是自己上的 哪用过什么替补 她不顾众人反对逼妹妹完成表演 但妹妹跳到一半时就重重倒在舞台上晕了过去 表演被迫终止 老师忙把妹妹送到医院 医生说她有严重的贫血和发育不良 如果不马上进行干预 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妈妈拿着报告单 手足无措 不可能 她每天都有好好吃东西 医生问吃的什么 妈妈神色有些不自然 青菜白粥 水果沙拉肉 她不爱吃肉 这孩子一看到肉就会吐的 所以只能吃家里做的素食 妹妹在病床上毫无表情地斜了她一眼 医生叹了口气 接着问 十三岁零七个月了 月经有没有正常来 妈妈摇摇头 脸更白了 在诊断面前 她终于窥见自己原来一直是个不称职的母亲 差点害了妹妹的一生 回到家 她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 不再鞭策妹妹练舞 而是让她安心在家静养 还专门带她看中医调理身体 妹妹偶尔想吃肉吃零食 她也不会阻拦 两个月后 妹妹终于有所好转 脸上的笑容慢慢多了起来 甚至在一个夜晚 惊喜地告诉我一件事 她来出巢了 我一开心地抱住她 那从今天起 你就是大姑娘了 妈妈逐渐懂得了怎么做妹妹的 妈妈只是仍旧不擅长 也把我当作女儿 东风渐起 我不知不觉感染了风寒 发烧了 我央求妈妈在家休息一天 迷迷糊糊睡到了晚上 因此忘记了给妹妹做晚饭 妈妈直接掀开被子拿衣架抽我的腿 你是猪吗? 几点钟还不起来做饭 我痛得流泪 哀求说我真的生病了 她却打得更狠 装 继续装 你干脆死在这里就好了 妹妹忙拉住她说 她自己做饭也可以 妈妈马上换了父慈母的面孔 不用 你好好休息就行 我拖着千斤重的身体来到厨房 打开煤气灶 一边切菜一边无声地痛哭 第二天被妈妈赶去学校时 我还是稍着的 期末考成绩下来了 我进步了整整一百名 很多人都给我鼓掌 徐老师好像也夸了我几句 可我整个人难受得不行 啥也没听清 回座位的路上突然扑通倒地 许迟飞快地冲出来 把我背在背上往校医院跑 好在治疗得及时 我很快就醒了 宋星宇 你吓死我了 他常常输了口气 抹了抹头上的汗珠 我鼻子一酸 许迟只是我的同学 但就连他都比妈妈更加担心我的安危 我给你家里人打个电话 你还是回家休息比较好 许迟小心翼翼地掏出手机 但被我很快按了下去 我摇摇头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默默吸了瓶 随后安慰我道 没事 我陪着你 大不了晚点再去教室 我问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温暖地笑了笑 都说了吗? 我是班长 帮助同学是应该的 而且你这次考试进步了那么多 说明如此可教也 我也扑斥一声笑了 脑袋一热 竟然伸手抱住了他 在他耳边低语道 谢谢你 许迟还好 病床外有一道隔脸 没有人看到我的举动 他僵了一下 轻轻回抱住我 不客气 星雨同学当然清醒过来之后 我就后悔了 为什么我要吃人家豆腐啊? 鸭鸭简直完全没脸见他了 有好几天我都故意躲着许迟 直到他憋不住了过来找我 星雨 我做错什么了吗? 他的额发搭了下来 像只可怜的小狗狗 我很努力才忍住不去拍一拍 不 不是的 我只是我红着脸结结巴巴了半天 心里呼得冒出一个想法 拜托你再给我补习下英语 我还想继续进步 我想变得和你一样厉害 少年人眸光璀璨 像洒满了星星 好求之不得 从那之后 许迟几乎成了我的私人教师 不过我和他都明白不要早恋的重要性 于是把心里的悸动通通倾注在了学习上 后来我问过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意思的 他挠了挠头 大概从看见你的第一天就觉得你很漂亮 后来和你接触之后觉得你性格也很好 有一种不服输的味道 每次和你说话的时候我都可紧张了 生怕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想着这些话 晚上辗转反侧了很久 被妈妈骂了十几年 笨蛋蠢货 我还从来没想过 在他人眼中我也如此珍贵 不是家庭的拖累 不是妹妹的附庸 是一个虽然普通 但也有人喜欢 也有人欣赏的女孩 谢谢你 许迟 我想我再也不会讨厌自己了 妹妹好起来之后 又投入进了紧张的排练中 她很争气 初二那年要代表校方 参加一个双人舞比赛 妈妈原本很高兴 但在看见妹妹与男搭档练舞时 整个人都不好了 两人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男搭档的手直接贴在妹妹裸露的背上 一会儿又落到她纤细的腰上 而两人交汇的视线更是让妈妈抓狂 她直接冲了进去 一把将男搭档拉开 你这人怎么回事 干嘛对我闺女动手动脚 所有人都懵了 男搭档也才十四五岁的样子 被这么一说 脸几乎红得发烫 阿姨 我没有 我只是什么没有 妈妈打断她的解释 冲老师大喊大叫起来 老师 她摸我女儿屁股 你们管不管呢 她才十四 不能早恋呢 老师被惊得目瞪口呆 心悦 妈妈 这只是舞蹈动作 你想多了 妈妈把妹妹死死护在身后 什么舞蹈动作这么不正经 我看就是她趁机开 有小小年纪不学好 我警告你们开除这种学生 不然我去教育局举报 说你们包庇猥亵犯难 搭档百口莫辩 气得跑了出去 老师露出非常头疼的表情 戒齿在桌上重重一拍 这位家长 请你以后再也不要来学校捣乱 你这样会毁了你女儿前途的 妈妈自然不甘示弱 当场和老师大吵了一架 声称要去教育局举报他们闹的动静太大 竟然惊动了校长 妈妈一开始还没有危机意识 洋洋自得地说 校长肯定站在我这一边 学校最怕投诉了 可她不知道当天被她指控为猥亵犯的那个男生 就是校长的儿子 校长大发雷霆 撤销了妹妹的参赛资格 很快由其他女生顶了上去 说到底 妹妹跳得再好 也没有话语权 妈妈一作妖 她就什么都没了 事情发生后 妈妈差点疯了 她不敢相信校长的裁决 但又没有胆量和她对质 于是再一次把怒气发泄到了我身上 那天 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 她抄起晾衣杆 狠狠揍了我一顿 杆子都活活打折了 她也不停手 嘴里哭嚎着 蠢猪 什么都做不好 都怪你 都怪你 妹妹看不下去 跪在地上替我求情 妈妈便换了一副面孔 把妹妹紧紧抱在怀里 星月 妈妈错了 妈妈对不起你 没事 咱再努努力 将来上更大的舞台 赚更多钱 我的星月 永远是最好的 她的低难 宛若信徒的祷告 在充满血腥气的屋内回响 我看到了妹妹的眼神 她和我一样悲凉而绝望 那顿打让我伤得不轻 我没敢告诉许迟 白天就尽量忍着 可一到晚上 伤口就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室 疼得我整夜整夜睡不着 我偷偷来到客厅找药 被妹妹发现了 她掀起我睡衣的长袖 看到我几乎满身淤青 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 姐姐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没说话 她却眼神坚定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的 什么办法 我一时没明白 直到几天后 我在傍晚买菜回家 小区一片吵吵嚷嚷的 说有人要跳楼 赶紧去救人 我顺着聚集的方向走过去 六楼窗台上坐着一个穿白裙的少女 竟然是妹妹 妈妈很快也赶了过来 她哭着求妹妹别干傻事 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 如果是我要自杀 妈妈也会如此难过和害怕吗? 答案一定是不会 妹妹的腿在空中晃荡 看得人很揪心 她冲妈妈大喊 我早就得抑郁症了 我早就想死了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你 难道不知道吗? 妈妈手足无措 眼泪流了一地 星月 有什么话你下来再说? 妈妈知道错了 妹妹给出了条件 除非你答应我 以后再也不会对姐姐动手 也不会骂她 否则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妈妈自然点头如捣蒜 都硬了下来 纠缠半天后 前来救援的消防队找准时机把妹妹拉了回去 她终于安全了 看热闹的人群也逐渐退散 可刚刚还答应妹妹不再打骂我的妈妈 发疯似的就踹了我一脚 你到底挑唆了你妹妹什么? 她为了你命都不要了 我的小腹一阵剧痛 半天都没从地上爬起来 幸而这一幕妹妹没看到 她以为自己用生命为要挟的计划成功了 从那以后 她更用心地练习跳舞 也不再干傻事 家里恢复了暂时的平静 可每当我和妹妹对时 我都能看到宁静水面下暗幅的波涛 也许我和她都背着妈妈各有谋算 但我往后的人生再也不想和她们有关 北京就这么大 我妹妹闹自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城 许迟自然也知道了 她还从网传的视频中看到了妈妈踹我那一幕 第二天她在体育课上拉住我的手 眼眶通红 星雨发生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不起 在你最需要保护的时候 我竟然不在身边 以后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定让我和你一起分担 好吗? 我没忍住 当着她的面痛哭起来 她一边安慰我 一边拿出自己带的药 轻轻涂抹在我伤口上 我的胳膊上轻得紫的 看起来触目惊心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常态 然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与我共同舔尸伤口 痛苦仍旧无法避免 可看着许迟 我荒芜的心里好像重新生长出了血肉 我滴滴对她道 许迟 我以后想走得远远的 永远离开他们 你会觉得我自私吗? 她认真地摇摇头 你只是想保护自己 这不叫自私 这是人的本能 而且 不管你去哪儿 我都愿意陪着你 我脸颊发烫 不知做何回应 远远传来一个声音 你们俩干嘛呢? 我们抬起头 竟然是一脸严肃的徐老师 最近抓枣链抓得严 我忙抽开手 匆忙往人多的地方跑去 续持呆呆地留在原地 被徐老师好一顿教训 课后 她一脸哀怨地告诉我 小姑叫我们好好学习 要是我害你成绩退步了 她就打断我的腿 我扑齿一笑 告诉她不用担心 为了自己的未来 为了过上那种不被妈妈掌控和虐待的人生 也为了不辜负许迟对我的期待 我死也会拼命努力 将来远走高飞 临近高三 我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巩固和提分上 原先预测我能够得上一本的徐老师 也鼓励我冲刺一下二一一了 她还说我是她见过的任性最强 冲进也最大的学生 而我知道这无非是置之死地 而后生妹妹那边也慢慢步入了正轨 她校长是个稀才之辈 虽然之前大动肝火 但事情过去了 也就不再针对她了 妹妹还是照常练舞 参加比赛 只是她在学校里变得更加孤单了一些 人们把她当定时炸弹 对她避之不及 她为有跳得更卖力 更精彩 台下的掌声才会盖过闲言碎语 我高考前夕 她收到一个大型舞蹈节目的邀请 去给某民族舞做宣传 据说该节目的导演 曾到腹中看过妹妹的孔雀 无表演 对她印象深刻 现在点名非她不要 这样好的机会 妈妈自然不会错过 当即以监护人的身份签了一项书 妹妹按照节目组要求闭关休息了一段时间 妈妈全程陪在她身边 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 高考前的逝世大会 她收到了邀请 不过依旧没有出席 那天我倒是看见了许迟的父母 他们专程从外地赶来 为儿子奔赴考场加油打气 许迟飞拉着我给他们介绍 还自豪地说 这就是我喜欢的女生 我紧张到 差点咬到舌头 心想 这是能说的吗 许迟爸妈却爽朗地哈哈大笑 早从这臭小子嘴里听说过你了 果然是个漂亮又聪明的小姑娘 将来你要是跟她一起考到上海来 叔叔阿姨一定给你做东 带你看看上海的好风光 徐老师在一边笑 行了行了 八字还没一撇呢 别把小姑娘带坏了 她又温柔地看着我 星宇 大家都对你寄予厚望 高考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我含着泪不住地点头 那天我在许迟和她家人的陪伴下 放飞了代表梦想的气球 上面写着我忠心的期望自由高考那几天 我是和许迟一起度过的 她抓紧时间给我查漏不缺 恨不得把考点统统塞进我的脑子里 上天也终于眷顾了我一次 她随口讲给我的知识点 竟然真的出现在了试卷上 等成绩那段时间 妹妹也正式上节目了 我在电视机前看了录播 她表现得近乎完美 台下掌声雷动 经久不息 一位全国知名的民俗舞蹈家 当场表示要收她为徒 妈妈则在后台激动地哭了 不断对镜头说 这是我的女儿 节目播出后 妹妹一炮而红 她在节目上跳舞的片段传到网络 几天就有了上千万的播放量 媒体称她为十五岁的天才舞蹈家 精灵一般的少女舞者 著名舞蹈家方禄的继承人 网友也纷纷考古她的过去 发现她原来从小就非常优秀 赞叹她是宝藏女孩 妹妹彻底从小众圈子火到了大众视野里 外界如此 妈妈就更加疯狂了 她给妹妹签了经纪公司 跟着她到处跑节目和采访 接广告和代言 一边赚得盆满钵满 一边大肆宣扬自己的育儿经验 有粉丝对她不满 认为她不该太早消耗妹妹的人气 她却不屑一顾 在网上怒对 她是我女儿 我让她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你们管得着吗? 妈妈固执地认为 妹妹能有今日 全靠她用心良苦 所以从妹妹身上搜刮利益的时候 也不会有半点手软 正当她洗上煤烧的时候 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找过来了 爸爸 原来她最近过得窘迫 人到中年被裁员了 又有一家子人要养 不得不寻求妈妈的帮助 秀芳 你现在带着心悦发达了 能不能念在过往的夫妻情分 给我借一笔钱 她堆出满是褶皱的笑 对妈妈讨好道 妈妈摸了摸脖子上新买的金项链 冷冷地往下撇 哟 这不是陈光辉吗? 现在都沦落到要找我借钱了 你当初在外面搞大别人肚子的时候 可硬气得很啊 怎么突然发现傻儿子靠不住 还是女儿香了? 爸爸低垂着头 这次她是真的自尊碎了一地 羞愧难当 任由妈妈奚落了她半天 也毫不缓口 最后妈妈也说累了 跟打发叫花子一样 随手把金项链一丢 爸爸两眼放光 从地上拾起项链 连鞠了好几个弓 亮亮呛呛地走了出去 我在屋里凝望她的背影 她看起来老了很多 在没有昔日的肆意和自大 在这场以子女为筹码的战争里 毫无疑问 爸爸一败涂地 可妈妈她真的就能笑到最后吗? 妹妹带来的热潮还在继续 而喧闹之下 我考了五百八十九分 这件事情显得无足轻重 妈妈自然是不关心的 但意外的是 放榜那晚 妹妹把我约到了阳台聊天 正巧妈妈不在家 她偷拿了两罐啤酒和我碰杯 恭喜你姐姐 月光映照着她的面容 这些年她高了 也更瘦了 终日不断地疲累让她的脸颊微微凹陷 眼底也泛起乌青 可她看起来还是那么漂亮 一如既往 一如幼时 我笑着说 也恭喜你 大明星 她低头小小地瞎了口啤酒 问我以后想去哪里读书 我仰望着远处霓虹闪烁的夜空 脑海中浮现出少年俊秀的面孔 去上海吧 和朋友一起去了 就不打算再回来了 她睫毛轻颤 沉默了一会儿 就接受了这个说法 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情就好 我又问她 那你呢 以后有什么打算 还想要继续留在这里 然后跳一辈子舞 我认真地凝望着她 期待她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 可她只是淡淡笑了笑 没有说话 林了 她最后碰了一下我的杯子 你会幸福的吧 姐姐 我说我们都会 她眼睛里流露出温和而释然的色彩 仿佛在那一刻彻底放下了什么东西 我和许迟在许老师的建议下 分别填报了上海的一所985和211 最终都顺利录取 有约好一起去上海打暑假工 赞大学的学费 动身收拾行李 那天妈妈在一边冷笑 还真让你撞了狗屎运 这都能考上大学 她接着叹了口气 话题不知怎么拐到了妹妹身上 要不怎么说星月有福气 多半是你借了她的气运 不然以你那破成绩进个本科都难 我不想理她 当年妹妹拿到少儿舞蹈大赛的奖项时 奶奶也是这样阴阳怪气地说 妹妹踩了狗屎运 他们不会明白 人活在这世上 想要做出点成绩 到底要付出多少努力 我不是妹妹那样的天才 也不如许持有悟性 如今的一毫一离都是我呕心沥血 好不容易才得来的 当然只躺在别人的功劳部上 坐享其成的人体会不了这种心情 我默默拉上包裹的拉链 临行前问了 可能是此生对于妈妈的最后一个问题 妈妈 你对我真的只有厌烦和怨恨吗 她愣了一下 神色有些意外地无措 但很快恼羞成怒地大骂起来 你要走就走 别在这儿恶心我 你这些年吃我的 穿我的 助我的 我哪里亏待过你 伦德到你来兴师问罪 滚去你的上海 再也别回来 她习惯性地抄起衣架来打我 我反手抓住衣架 把她重重推了回去 只留下四个字 如你所愿 走出大门那一刹那 我的眼角在掉泪 灵魂却如是重负 从今往后 我对这个家 再不会有半分留恋 我想要的自由 此刻触手可及 许迟 你在机场了吗? 公交车上我给许迟打了个电话 她直接和我开了视频 在了在了 就等你呢? 我跟你说呀 我爸我妈天天念叨你 等我们过去了 直接就上海七日游 他们把项目都想好了 先去看东方明珠 再参观野生动物园 然后是迪士尼度假区 她说得眉飞色舞 我听着都笑了 飞机上 我们坐在一起看窗外被镀上金边的美丽云层 还有云层下逐渐模糊缩小的北京 许迟牵紧我的手 在我耳边问道 会舍不得这里吗? 我摇摇头 指着她的胸口道 有句话叫此心安处是无香 许迟 以后你在的地方就是我自己选择的故土 我和许迟整个暑假都你在一起 不工作的时候就到处封丸 九月到了才依依不舍地向彼此告别 去各自的大学报道 我的室友是几个口音各异 但都非常友好的女孩 其中一个竟然是妹妹的铁粉 她经常追妹妹上的节目 还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安利 也疑惑地追问过我 星云你的名字和我女神的也太像了吧 我直接摆手否认 纯属巧合 前十八年的人生告诉我 远离妹妹的光环 与我是好事一桩 况且我也不想因为自己 给她带去额外的麻烦 不久 室友拉着我们看妹妹的一个直播节目 好不容易等到她上场的环节 突然出了岔子 妹妹不见了 直播间弹幕议论纷纷 这是咋了 宋新月人不是吧 我等了好久 就为了看看她什么草台班子人都能跟丢 这是在耍大牌闹失踪吗 笑死 而主持人焦头烂额地在台上解释 各位观众非常不好意思 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努力联系星月 大家稍作等待 室友们面面相去 我在后面抓紧了座椅俯首 不经意间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不知道妹妹患过抑郁症 闹过自杀 我一直担心她的病情复发 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妹妹发来一条消息 上面只有一句话 姐姐 我爱你 强烈的不安感涌上心头 我急忙翻出妹妹的电话打过去 未接通 第二遍 第三遍还是未接通 正当我焦头烂额 祈求她别做傻事的时候 室友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 哎 干嘛呢 人找着了 我望向电脑屏幕 妹妹一袭白沙出现在了台前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灯光闪烁了几下 柔柔地聚在她身上 这是她跳过千百遍的拿手舞 新生 模仿一只鸟雀 从破壳而出到负伤归去的七美一生 这些年 她每每表演这支曲子 必定夺得满堂贺彩 但我此时已经全然失去了欣赏的心思 我想不明白她为何要在表演前 没头没脑地发这一句话 不像是告白倒下 是告别 联想到高考放榜那晚 我问妹妹今后的打算 她却笑而不语的画面 恐惧和不安瞬间爬遍全身 她今天跳得格外投入 观众席好几次集体起立给她鼓掌 有的甚至被感动地流出了眼泪 临近尾声 她匍匐在地上做鸟雀腹伤状 众人停住呼吸 等待她惊艳起身 可她没能站得起来 当她缓缓把头抬起时 露出的只有痛苦的表情和一抹刺眼的红 那是鲜血 正从她嘴角鼓鼓流出 顺着下巴低落 染红了洁白的衣裙 不知是谁先发出的尖叫声 一切都疯了乱了 想感染瘟疫 只剩妹妹还是寂静地滞留在燃烧她生命的舞台上 宛如一只筋疲力尽终于睡去的鸟 事情过去很久 我依旧会从噩梦中惊醒 梦到妹妹独自躲在后台 一边给我发消息说爱你 一边平静地吞下大把慢性毒药 走向人生的尽头 给她喜味的医生说她吃了足够致死的量 说明她在自杀时已经没有任何求生意识 好 在解救急时才勉强维持住了生命体征 但活着的代价使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站上舞台 十六岁的天才少女从此一切归零 妹妹在床上昏迷的日子 我一直住在医院陪她 外界早已掀起惊涛骇浪 好在沉睡的病人对此一无所知 妹妹沦为废人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她的公司第一个站出来回应 说为妹妹的意外感到痛心和惋惜 同时赶紧撇清自己在其中的利害关系 关于她们对妹妹的剥削和压榨只字不提 怕夜长梦多 也火速地解除了经济合同 媒体则掀起了网络暴力的狂欢 一开始她们对妹妹的轻声表示同情 但很快各种猜忌和造谣沉消之上 十六岁宋星月自杀疑似为情所伤 宋星月被《潜规则》视频报出生前疑似遭性虐待 知情人士爆出宋星月曾校园暴力他人 宋星月已死 某某台独家爆料 我每天一打开手机 几乎全是这些垃圾信息 无论怎么投诉和举报都没有用 曾经把她捧成天上月的网友 现在也把她踩成了脚下泥 之前一直不敢说 我觉得她被吹得太过了 跳舞狠水 年纪轻轻为什么要自杀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社会 连死的勇气都有 居然不敢活着 不会真的受到性迭代了吧 是不是还跺过胎 细思极恐 我可不敢共情208W 赚这么多钱还无病呻吟 其中不乏妹妹曾经的同学出于厌恶和嫉妒 将她编造成面目可憎的样子 言辞之刻薄狠毒 令我难以置信 夜深时 我握着妹妹冰冷的手 有个问题特别想得到答案 这些无端的恶意 你是不是已经默默承受了很多年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你到底有多少无法倾诉的痛苦 我一直以为自己才是这个家里最苦的人 一心想要逃离求劳 却忘了拉你一把 对不起 对不起 在爱你之前 我自私地选择了爱自己 妹妹病情最凶险的时候 爸爸也不曾捎来一句慰问 即使之前她几次三番遇到困难 都是找我们要的 接济奶奶倒是打过一次电话 但开口就是清月钥匙一不小心走了 那遗产能分我们点吗 我也是她亲奶奶 我让她滚 而妈妈那个向来掌控一切的女人 如今彻底疯了 她在观众席看到了妹妹吐血倒下的全过程 妹妹好不容易越过鬼门关 她不在医院照顾 却天天蹲在节目组门前闹事 又是穿桑衣拉横幅 又是敲锣打鼓搞直播 嚷嚷着要他们赔人命 节目组不堪其扰 赔付了妈妈二十万元 可妈妈还不满意 请了个律师打官司说要告到节目组倾家荡产 我辛辛苦苦养了十六年的女儿 现在被她们祸害成了植物人 下半辈子都不能动她了 我怎么甘心啊 她在直播间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时 手上的金戒指还在闪闪发亮 不知道是拿妹妹夜以继日跑通告的钱买的 还是拿节目组出的赔偿金买的 网友一开始群情激愤 称她英雄母亲为女奔命 但很快她的过往事迹被扒出 包括如何虐待我 又如何把妹妹逼成抑郁症 险些跳楼自杀 舆论风向顿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骂她消费女儿不得好死 妈妈每天在网上跟这些人对喷 郁家疯疯癫癫 后来敬酒后开车去撞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要他们一命赔一命 工作人员受了重伤 她也成了脑 震荡对方家人愤而起诉 要她坐牢 妈妈的律师赶紧拿出一份精神疾病证明 想为她开脱刑事责任 对方不依不饶 既然是疯子 那就关进精神病院 不要放出来害人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法院派人询问了我的意见 宋星宇女士 你是否愿意签写痴情同意书? 宋宁的母亲宋秀芳去世 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妈妈罕见地慌了 她跪下来 用满是翡翠珠玉的胖手抱住我的大腿 欣宇 好孩子 我求求你不要把我送去那里 以前是我亏待了你 我现在都悔改了 我把家里的钱都给你 我仰头笑地流出了泪 看着这个折磨了我和妹妹前半生的疯子 我咬紧牙关 一字一句地说 法官 我愿意 请你们一定好好地治疗她妈妈被人拉走时 嘶吼着说要杀了我 我转过身 没再看她一眼 妹妹昏迷的时间比想象得更久 家里的积蓄因为给她治病很快耗光了大半 医生曾隐晦地暗示过我醒来的概率很低 哪怕醒了也几乎不可能痊愈 所以你们也可以早做打算 我平静地点头 接着给妹妹擦拭身体 许迟从病房外进来 手里拎着两叠热腾腾的小笼包 辛苦了 来 先吃饭吧 我忙完和她相对坐在窗边 一晃半年过去 事件的热度早已平息 普通人不再把妹妹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可她依旧是我生活和生命的重心 我把妹妹转移到了上海的大医院 一边上学一边照看 她很多时候忙不过来 都是许迟和她的家人在帮忙 包括现在的医院和医生 也是叔叔阿姨帮忙介绍的 她们与我恩重如山 但这份人情也压得我喘不过气 特别是在医院看到许迟上下奔走 累得满头大汗时 我的心酸地发疼 如果没有我 她何至于吃这些苦食 不知味地咽下一个小笼包之后 我正正地望着许迟 说出我早就想说的话 许迟 要不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 她手一抖 筷子掉在地上 勉强笑道 这是什么新型情侣测试题吗 我提高音量 我没开玩笑 我说我们分开 我受不了自己一直拖累你 因为自己家的迫事害得你没有时间参加喜欢的比赛 去喜欢的聚会 看喜欢的电影 而是一下课就往全市消毒水位的医院跑 医生都说 妹妹醒来的概率很低 我可以陪她耗一辈子 但你能吗 许迟 你是独生子 有钱人 高材生 你不该陪我过这样烂的人生 我把脸埋在手心 泪流不止 许迟安慰了我很久 但突然她不说话了 片刻后 犹疑地推了推我的肩膀 星雨 刚刚妹妹好像动了 我连忙扑向病床 盯着妹妹的脸 她长翘的睫毛 微微颤动了几下 许久 上下眼瞼才分开一条缝隙 露出雾蒙蒙的黑色眼人 她看着我 眼神逐渐清明 嘴唇轻轻开合 发出两个简单的音节 姐姐 我捂住嘴巴 心跳猛烈到了极点 妹妹微凉的小手 又缓缓抬至我的腮边 别哭 妹妹醒后 我陪她在医院做了几个月的康复训练 效果很显着 出院后 又让她宅在家里大半年 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直到医生盖章说基本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才询问她是否想要重返校园 不过不想也完全没关系 我们可以找靠谱的私人教师 我轻轻揉着她的头发 倒不是安慰她 反正确实还有钱 妹妹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选择了后者 我点点头 并不担心她这样太慢 相反她之前的人生太快 像被强制催熟的瓜果 时节不到就重重坠落在地 如今慢慢来才是好事 而且我无法承受再一次失去她的痛苦 不给她施加任何压力 我才能心安 妹妹还是喜欢跳舞会 望着电视上的舞蹈节目愣愣出神 但她再也没有碰过舞鞋 她试着找到其他兴趣爱好 钢琴、手工、画画学了个遍 后来才发现 原来自己也不是非跳舞不可 这世界是五彩缤纷的 人的出路并不是只有一条 哪怕不当精益求精的天才 也没什么要解 几年后 妹妹顺利通过高考 在某美院学习绘画 她在那儿认识了一些朋友 经常和他们一起去野外写生 某天 她发给我一张风景画 一只展翅翱翔 栩栩如生的鹰 盘旋在辽阔的苍穹之上 姐姐 我望着蓝天白云 眼前突然飞过一只巨大的鹰 那一刻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叫自由 因为你 我就和这鹰一样 拥有了无限大的天空 过了会儿 她又发了句 姐姐 我爱你 我笑着回她 我也爱你 在几年后 我和许迟结婚了 彻底在上海安家 婚礼当天 爸爸悄悄赶了过来 他对我说了几句吉祥话 然后就开始要钱 我自然没给他叫保安 赶紧把他打发出去 他妈妈咧咧说我不笑 我说没事 你还有个大炮儿子 妈妈那边 我虽然不去探望 但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 会定期反馈情况 他们说 妈妈还是疯疯的 经常拿着大喇叭追着人问 你还我女儿命来 可惜妹妹现在活得好好的 还去了意大利深造 行尸走肉的是她 许迟父母对我一直很好 婚后我改口叫了爸爸妈妈 当年的许老师也成了我和许迟共同的小姑妹妹 和他们的联系不算紧密 但她始终对许家人心怀感恩 逢年过节 经常给他们送价值不菲的礼物 爸爸妈妈不好意思要 可收到之后总忍不住大街小巷的炫耀 我儿媳亲妹妹送的呢 这品味也太好了 妹妹知道后哭笑不得 干脆自夸道 对啊 毕竟我可是个天才 我富贺 是是是 我的天才妹妹 其实在我眼中她一直都个完美小孩 但再也不用背负那些曾经强加在她身上的期望与光环 她只要好好活着 就是这世界给我最大最好的礼物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在一次和老公秀爱的评论区下 蹦出这样一条言论 嫂子小心三 然后配图示沈家和她秘书拥抱的照片 我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沈家公司的员工集体照我看过 在一堆时常漂亮的女孩中 那个秘书的长相太平淡无奇了 不足以为患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可是后来沈家却为了她去殴打她的毒鬼老公 被拘留十五天 大家好 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 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 拘留十五天 期瞒我去接沈家 在警局门口也看到了她的秘书刘婷 她瑟缩着肩膀站在门口 看到我以后下意识地往旁边躲闪 我垂眸无视沈家 从警局出来 第一时间冲向我 拥我入怀 慢慢 我想死你了 我的目光越过沈家的肩膀 看向刘婷 她盯着我们的方向 红了眼眶 哽咽着出了声 沈家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 随后若无其事地拉着我的手 往马路上走 全程没有看她一眼 我们先回家 今天你想在家里吃还是外面吃? 沈家 刘婷一步一驱地跟过来 带着哭腔重复喊着沈家的名字 就像这三年来 她的名字一直横跟在我和沈家之间一样 沈家依旧没有理会 只是拉着我的手钻得更紧了 紧到吃疼 要不我们去马兰德餐厅吃吧 看看有没有和你胃口的新品菜式 沈家 刘婷依旧叫你怎么那么烦 像条根屁虫一样 跟在我后面干什么? 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我老婆在这里 你还要不要脸了? 沈家忍无可忍 转过身去 对着刘婷大声嘶吼 刘婷站在原地 红着眼看向沈家 泪珠大滴大滴往下滚落 我只是想谢谢你 想送你平安生 她摊开手掌 手心里明晃晃放着一条红绳 我不稀罕什么平安绳 我再重申一遍 我打那个男的跟你没有关系 我只是路见不平 看不惯家暴男 换作任何一个女的被打 我也会出手的 听明白了就给我滚吧 沈家仿佛情绪失控 吼完以后拽着我直接上了出租车 我盯着被她大力拽红的手腕垂眸 刘婷没有放弃 一直跟在我们的车后跑 司机看到以后问我们 那女的好像在找你们要我停下来吗 沈家暴躁地说 不用 她爱跟就让她跟 然后拉起我的手继续说 吃完饭后我们再去江边散步 好久没有陪你去离江半岛走了 你以前不是说最喜欢两个一起在那里看夜景吗 看起来像是在认真地跟我讨论行程 但是她不知道 她的眼睛已经无数次描向后视镜 手指也在不自觉地揉搓着 这是她焦躁不安的时候会有的下意识的动作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 我也看向后视镜 刘婷一直坚持不懈地跟在车后跑 大概是追得太急 她摔了一跤 停车 沈家大喊 车子还没停稳 车门已经打开 沈家大步跑向刘婷 车门都顾不及关上 后视镜里 沈家把刘婷扶起 伸出帮她擦拭泪水 刘婷直接握住沈家的手 将刚刚带来的平安绳给她戴上 而沈家全程没抽回手的意思 反而满眼心疼地看着刘婷 我收回目光 把打开的车门盒上 师父 我们走吧 内心一片荒凉 半个月前 在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就隐隐觉得我和沈家之间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我原本在公司上着班 突然接到陈同事的电话 陈总出事了 嫂子快过来 心里咯噔一下 随即请了假 直奔沈家的公司 到达公司大厅的时候 正看到沈家摁着一个男的在地上打 脸上的愤怒和狂躁是我以前没见过的 像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沈家 跟他平时温文尔雅大相径庭 地上的男人已经被他打得头破血流 动弹不得 可是他的拳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再打下去肯定要出事 我在旁边喊沈家的名字 可他像是没听见一般 在他再一次挥拳的瞬间 我只能上前抓住他的手臂 沈家 别打了 滚 他看都没看 直接将我推开 我猝不及防 重重摔倒在地 手掌和膝盖被磕得淤青 疼痛让我渗出泪水 刚想爬起来 就看到流亭哭着从人群中冲出来 沈家别打了 直一声 沈家就停了下来 我正正地看着他 身上的疼痛像在一瞬间放大 刺激着我的泪线 眼泪哗哗直流 流亭过去把沈家拉起来 红着眼帮他擦拭嘴角的血污 疼吗? 沈家看似不耐烦地甩开他的手 但还是马上回应了他 不疼 一点也不疼 别哭了 本来就长得丑 再哭就更丑了 说完还生气地刮了一下流亭的鼻尖 此时此刻 他们更像是一对情侣 而我像是一个摔倒在地的小丑 心底的良意和不安在扩散 有人在小声提醒沈家 陈总 嫂子来了 沈家转头看到我 脸上的慌乱无所遁形 慢慢 你怎么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摔倒了? 疼不疼? 我突然很想笑 可笑着笑着眼泪流得更凶了 以前不管沈家怎么失控 但只要我出现 他都会听我的话 安静下来 他曾附在我耳边说过 慢慢 我冲动的时候 谁的声音 我都听不进去 彭 唯有你的声音 能让我冷静下来 他说 你就是我的定心碗 可现在呢? 现在那个人 怎么会变成流亭一个 他在我面前嫌弃了三年的女人 没见过这么笨的人 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长得丑就算了 还不会打扮 太影响公司形象了 迟早我要把他辞了 再招一个新助理 刘婷是跟了沈家三年的助理 招他进来的第一年 我和沈家刚订婚 而刘婷当时又是男朋友的第一年 我总是听到沈家骂他 连个简单的数据表格都做不好 真不知道学历怎么混到手的 我提醒他很多次了 出去见客户时稍微打扮一下 维护一下公司的形象 本来就长得一般 还不化妆 真是丢人 我再也受不了这么的助理了 明天我就叫人事部解雇他 重新给我招一个 可刘婷却一直都在 第二年 我和沈家正式结婚 婚礼那天 刘婷并未在邀请名单上 婚礼结束后 沈家正在洗澡 我无意看到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机 弹出一条短信 陈总 我今天跟他分手了 我皱了下眉 搞不懂现在的助理私人感情方面 也要跟上司报备的吗? 而且偏偏选在我和沈家结婚的这天 沈家洗完澡出来 我拿着手机问他 刘婷跟他男朋友分手 为什么要跟你说? 沈家也显得很无语 我怎么知道这人怕是有毛病 他把手机拿过去看了一眼后 嫌弃地丢在一边 人长得一般就算了 找个男的还不咋地 天天就知道破 他还经常家暴 上个班都魂不守舍 看他那么嫌弃的语气 我当时也没将刘婷放在心上 但事情好像悄悄发生的变化 就在刘婷入职的第三年某一天晚上 我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和沈家一起在离江半岛牵手散布的照片 复文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下面评论区立即蹦出一条言论 嫂子小心 配图是沈家拥抱刘婷的照片 我看过沈家公司的员工和体照 刘婷在众多漂亮时尚的女孩里算是最普通的一个 素面朝天 脸色暗黄 与沈家相爱多年 她不是没人觊觎过 高校毕业 长得高大俊朗 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追她的人 不乏颜值高 气质好的 她都没放在心上 坚决地拒绝了他们 之后 她还要抱着我拍张照发朋友圈 还是我老婆最好仪表真心 当然我自身条件也不差 985毕业 有着与她相体配的工作和外貌 所以我想她是不可能看上刘婷的 而且在这之前沈家也跟我报备过 他们是公司团建完真心化大冒险 可能输了给出的惩罚 但这件事在我心里扎了一根小小的刺 所以后来我也去过沈家的公司 刘婷确实跟照片里一样 不打扮 穿着简单 脸色黄黄的 她坐在一堆漂亮女孩子中 的确不起眼 刘婷看到我后 色缩着身体 眼神里闪现出唯唯诺诺的样子 她过来给我倒茶的时候 手抖地把茶水洒到了我的裙摆上 她吓红了眼 颤抖着声音跟我道歉 对不起 林小姐 我不是故意的 发抖的手 试图帮我擦拭裙上的茶水 沈家看到之后 对她破口大骂 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滚出去 沈家走过来细心地问我 有没有烫伤 刘婷哭着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一直以来 刘婷都是挨骂的角色 她胆小普通 没有任何吸引力 是大众脸谱中最模糊的一个 我以为沈家是真的讨厌刘婷 可为什么第三年她会为了刘婷的事大打出手 失去理智 我专门去了解事情的经过 被打的男人是刘婷的男朋友江浩 现在已经是前男友了 原由是刘婷要跟江浩分手 自己搬离了两个人住的公寓 住到了公司宿舍 江浩不同意分手 找到公司 可能是两个人意见不统一 还是没谈拢 和刘婷发生口角时 江浩打了刘婷一巴掌 碰巧给沈家看见了 沈家二话不说 就上前揪起江浩的衣领 一顿暴揍 江浩不服气去报警 让沈家被行政拘留十五天 进去之前 沈家紧紧抱住我 说等他出来后会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可是解释是他急躁地抛下我去福岛地的流亭 还是顺从地带上他送的平安绳 我一个人坐在车上 心如死灰 回到家 桌上还摆着我做好为他接风的饭菜 我坐在桌前一直等到天黑 看着秀色可餐的食物 从鲜美到灰败 却始终等不到沈家 我躺下休息 沈家很晚才回来 他过来拥着我 嘴里轻轻喊着我的名字 慢慢 我闭上眼睛 假装睡着 他走向浴室 我恰好看到他手腕上清晰可见的红绳 沈家从浴室出来 手机适时响起 大概是以为我睡着了 他压低声音接听 什么事? 卧室昏暗又寂静 我听到沈家的同事兼好友王德的声音 刘婷为了不让那件事影响你 他已经辞职了 之前他为了你跟他相恋十年的男朋友分手 听说一直被那个男的纠缠 他喜欢你 我不信你看不出来 他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千万不要辜负他 沈家沉默了许久 到我以为他早已经挂掉了电话 然后我听到他说我知道了 床的另一边塌陷 沈家也躺了下来 平时他都会过来抱着我一起睡 可是这次他却跟我背对背 中间空出的距离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填不平了 他手机亮了一晚上 早上沈家出门后 我没有去上班 为有点不适 我请假去医院 刚好碰到沈家的朋友王德 他也看见了 我坐下聊聊 我说王德直言不必了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是关于刘婷吧 刘婷美你漂亮 美你优秀 美你家是好 可是他为沈家做饭 为他挡酒 每次在沈家最需要安慰的时候陪着他不离不弃 这才是男人想要的 你给不了 沈家家庭条件不好 娶了你相当于卖身于你家做上门女婿 他担心被你父母看不起 把你像公主一样宠着 你知道他压力有多大吗? 哪个男人愿意生活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中? 所以别问为什么 还是先反省你自己吧 我惊愕地听着这些话 我的家境是比沈家好没错 可我的父母就是看上他沉稳上进 结婚的时候并没有要求物质上的东西 连婚房都是父母给我们准备的 后来还在工作上给了沈家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可以说他有今日的成就 少不了我父母在幕后的推注 可是现在他抱怨这些都是压力 结婚的时候他信誓淡淡地念着结婚誓词 保证一辈子不让我受委屈 一生一世只爱我一个人 如有背叛地遭天谴 现在也成了压力 心底的酸涩在蔓延 我笑出了眼泪 到家的时候沈家正在接电话 看到我使脸上有明显的慌乱 立刻转身去了阳台接听 几分钟后他才进来 带着一脸的烦躁 新来的助理真不让人省心 芝麻大的小事也要打电话来问我 我垂眸 其实我听到了 他说的是简历找工作 现在需要找工作的只有刘婷 只是我没想到刘婷的简历居然投到了我的公司 人事部的同事看到他的简历后 一个劲地赞不绝口 这个人简历做得可真漂亮 简直完美无缺 我看到简历的第一眼 就知道是沈家的手笔 配色和排版每一处都有他的个人习惯 大学时众所周知 沈家的简历做得极好 出来工作时 我所有的简历都是他帮我精心调色和排版的 我曾一脸迷恋地对他说 你干脆在这个毕业季兼职帮人做简历 肯定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他笑着捏了一把我的脸 我的时间宝贵 除了你的简历 别人的我可没空看 现在所有的唯一都像一个笑话 我垂眸 心里有了想法 将简历还给负责招聘的同事时 我有意无意地说道 这个应聘者看起来不错 听者有心 刘婷就这样进了我们公司 他依旧素面朝天 脸色暗黄 穿着普通的白色短T恤 配喜得发白的牛仔帘 手腕上也戴着和沈家一样的红色平安绳 看到我的时候 他并没有意外 相反还非常自然地跟我打招呼 你好 林小姐 我看了他一眼 没搭话 茶水间里除了我和刘婷 还有平时热衷给人做媒的蓝姐 小刘还没有男朋友吧 我给你介绍一个 家是很好的 刘婷吞吞吐吐地想说 不要看到我进来 他眼神突然变了 态度也变了 绕着答应下来 好的 蓝姐可以见一见的 滚烫的开水从杯口一出 我却没有察觉 小心踏林小姐说着关心的话 她的脸上却有几分挑衅的意味 晚上吃饭的时候 沈家一边吃一边看着手机 心不在焉 猝不及防的她突然把手机重重地往桌上一拍 女人都这么恨嫁吗 一天天就知道相亲 我被她反常的情绪吓了一跳 相亲 我想到今天茶水间刘婷和蓝姐的对话 我没有问她说的是谁 装作不知情地说了句 男未婚女未嫁 到合适的年龄相亲不是很正常吗 你干嘛那么生气 沈家被我噎了一下 一时无言以对 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 多吃点 你这阵子都瘦了 晚上十点半 沈家有电话进来 当时我们一起坐在客厅看电视 手机亮起的瞬间 我不经意瞄了一眼 是流停 沈家心虚地摸了摸后脑勺 骂骂咧咧地挂断 大晚上地打电话过来做什么 有毛病 说着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后放回了自己口袋 她依旧若无其事地坐在我身边看电视 只是她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不停地叹气 不停地挠头 我视若无睹 十几分钟后 她终于站起来 刚想起今天还有一封邮件没有处理 你先看着 我去处理一下 我攥紧手里的遥控器 嗯 我们的书房做了隔音处理 因为考虑到不管是谁在里面处理工作时不吵到对方 所以沈家在里面是从来不关门的 因为她说 我怕你叫我的时候听不见 可如今 书房的门却紧闭着 几分钟后 门突然被猛力打开 沈家从里面冲出来 焦急地穿上外套 我早跟你说过 我和刘婷之间没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脸上带着厌烦和恼怒 我不明白我做什么了 你自己心里清楚 说完直接开门出去 因为她提到了我 我只能跟在她后面看看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 我什么都没做 却平白无故受这个气 我跟在沈家后面 一难来到了酒吧 大老远就看到刘婷独自蹲在路边 她今天似乎跟平常不太一样 特别化了妆 身穿一条白色连衣裙 冷风中衬得她楚楚可怜 看到沈家下车 她立即站起来 哭着跑向了她 最后一步的时候 她脚下一个没站稳 直接倒在了沈家的怀里 沈家也自然而然地伸手扶住了她 看起来真像马路边含情默默的情侣 刘婷依偎在沈家的怀里 抽抽大大哭泣着 这么晚 我本不该打扰你和林小姐的 可是她 我实在害怕 沈家立刻脱下外套披在刘婷的身上 我说过 以后不管你遇到任何事 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记住 无论任何时候 好真诚的情话 她也对我说过 我仿佛被人硬生生定在原地 全身麻痹 寒风从四面八方惯向我 心底的冷意朝四肢百还蔓延 沈家 我喊她 俩人同时看向我 刘婷下意识地推开沈家 林小姐 你别误会 我和陈总没什么的 我只是太害怕了 不知道向谁求助 不得已才打电话给她的 你别怪陈总 要怪就怪我好了 她说着越哭越凶 身上的外套在抽泣中突然滑落 露出被掐得紫红的手臂 沈家看到我跟来的时候 眼里还有一丝愧疚和慌张 可是当看到刘婷手臂上的伤痕时 眼神瞬间冷了下去 她伸手替刘婷把外套穿好 把她护在身后 你不用跟她道歉 要不是她给你介绍这个人渣相亲 你也不会遭受这些欺负 要道歉也是她给你道歉 我完全不可置信地看着沈家 突然明白她今晚发火的缘由 她到底是弃刘婷去相亲 还是误以为我给刘婷介绍人渣相亲对象 还是因为刘婷受到欺负 亦或是三者都有 可是她搞错了 这三者都与我无关 风吹得我眼睛生疼 我深吸了一口气 控制住情绪 不是我 不是林小姐的错 是我自己想要认识她 刘婷眼泪汪汪抢答她过去扯沈家的手 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我听说公司因为你帮我打江浩的事情 被人说闲话 林小姐也因为这件事不高兴 所以我想早点嫁出去 这样你就不会被人家说了沈家沉下脸 公司的闲话你不用管 你也不用替她说话 她给你介绍对象之前没有了解对方的品性 害你今晚被人欺负就是她的错 沈家看向我 慢慢 你跟刘婷道歉 那冷硬的语气像是对一个陌生人说话 我想起上大学时班上班费不翼而飞 刚好监控显示是我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 所以全班同学都矛头指向我 我委屈地为自己辩解 虽然老师也相信我的为人 还是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同学在那里说风凉话 最后是沈家站出来 你别哭 身正不怕影子邪 正义迟早会还你公道的 我眼泪汪汪地看着沈家 你有怀疑过我吗? 沈家上前揽过我的肩膀 只要你说不是 我就无条件相信你 我握紧拳头吸了吸鼻子 沈家 我说了不是我 刘婷又借机插话 沈家 这件事真的和林小姐无关 我实在忍无可忍 冲着她大喊 你闭嘴 够了 沈家吼我 曼曼 我对你太失望了 以前你从不会说谎的 让你认个错有那么难吗? 我又没错 凭什么要认我笑出了泪花 她一次又一次敲碎了我们十年来的美好回忆 我太难过了 我们本来可以好好的过日子 可是却变成这样 十年来的时光最后复制东流 心里有什么东西在逐渐崩塌 眼泪控制不住往下流 沈家突然有些慌乱 慢慢 我 她想上前安慰我 刘婷突然身子一倒 身上的外套掉落在地 沈家听到声音后停止了上前的脚步 最终留在了她的旁边 沈家外套还是给林小姐 然后跟她回去吧 我一个人没事的 说着双手抱住胳膊 色缩起身子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沈家看了我一眼 最后还是把外套重新踢在刘婷的身上 没关系 我既然来了就会送你回去 她转头跟我说 你自己先回去冷静一下 我晚点再回去 我看着刘婷坐上了副驾驶 车子在我面前缓缓启动 车窗摇下的瞬间 我看到刘婷对我露出一抹微笑 那笑里藏着一根根绵密的细针 直击我的心窝 我在原地愣了许久 直到眼泪被风吹干 将破碎不堪的心慢慢拾起重建 直至坚硬 这种到未寇的感情我不会再留 但我也不会就此成全他们 渣男和渣女不配得到圆满 一个清晰的计划在我脑海搭建完成 我确信我不会输 今天来上班的刘婷跟平时很不一样 她满脸得意 嘴角带着幸福的笑意 更重要的是 她今天化了妆 还穿了一条粉色无袖高领裙 显得妩媚生姿 果然有爱情滋润的女人就是不一样 因为变化太大 同事们都打去她 是不是好事将近了 她一脸娇羞地笑笑 没有回避 更没有否认 脱下外套的瞬间 一条精致的项链裸露在外 大家惊呼 这一定不便宜吧 刘婷一脸得意 不是我买的 是人家送的 我瞥了一眼就认出 那不是上个月 沈家带我去珠宝行定制的限量款吗 谁那么大手笔 送这么昂贵的礼物 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 一个晚上 她的变化确实大 不再唯唯诺诺 胆小怕事 那炫耀的嘴脸 仿佛胜券在握 茶水间的人陆续离开 只剩我跟她向我走过来 林小姐需要帮忙吗 我垂某不需要 她又凑近一点 对不起 昨晚沈家送我回去的时候 刚好家里的水管又坏了 她帮我修了好久才修好 起身才发现已经到深夜了 所以我就留她在我那过夜了 你不会生气吧 她试探性地歪着头看了我一眼 但是 林小姐你放心 我跟沈家没什么的 她昨晚睡的客厅 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 要抢吗? 我说什么? 刘婷愣住 要抢沈家吗? 我定定地看着她 认真重复了一遍 刘婷静静地看着我 可能意识不明的我的意思没有答谢我继续说 你觉得沈家会和我离婚吗? 你家是一般 还有个前男友纠缠不清 至于自身条件吗? 我故意积她刘婷 你哪来的自信能抢走她? 刘婷的脸气得一阵红一阵白 林曼 你别看不起人 你们不过仗着家是好 不就投了个好胎吗? 别以为就高人一等 沈家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是吗? 那我等着 千万别让我失望 我迎上她憎恨又怨毒的目光 端起泡好的咖啡走出茶水间 我去找了兰姐 把沈家的手机号 让她帮我做件事 下午下班的时候 沈家捧着一束美丽的鲜花出现在我公司楼下 我跟刘婷前后脚走出公司大门 沈家看到我一脸愧疚 她看了刘婷一眼 越过她走向我 慢慢 对不起 是我错怪你了 刘婷站在旁边没走 如此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我低头用刚做的美甲狠狠刺进肉里 生疼的感觉传来 眼里冒出泪花 再抬头 我换了神情 楚楚可怜地看向沈家 我昨天说了很多次 可是你却不相信我风那么大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马路上吹风 你以前从来不这样的 你说过 只要我说不是 你就会无条件相信我 可是你 我哭得梨花带雨 我太了解沈家了 她是个容易心软且容易愧疚的人 刘婷就是利用了她这一点 生生横根在我们之间 半可怜 她会用 我也会用 而且我会用得比她好看 我哭 再加上知道昨天冤枉了我 沈家愧疚得不行 她单手捧着花 另一只手将我拥入怀中 眼里满是心疼 对不起 慢慢都是我不好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走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侧着脸贴紧沈家心口 她眼看向刘婷 她眼里的度火像是要把我生生燃烧 我挑了挑嘴角 无视她 这几天强烈的愧疚感让沈家乖乖地在家里陪着我 偶尔接打电话也只是偷偷到阳台 接完后又稳稳坐在家里 一刻都没有出门 这几天 刘婷在公司一直用恶毒的眼神看我 你这样抢求沈家在身边有用吗?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 你不会不懂吧? 你这样只会让沈家更讨厌你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不是让你去抢吗? 自己没本事抢不过怪谁呢你 刘婷眼神很利 伸手指着我 别得意太早 给我等着 第二天 刘婷请了病假 当天晚上十点 沈家的手机不断响起 她挂了很多次 最后还是偷偷去阳台 接完电话 她神色匆匆 似乎要出门 慢慢 你先睡吧 我公司有点急事 得马上过去一趟 我刚好在看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电影《前任三》 大概半个小时后 我准备睡觉 翻开手机 刘婷发了个朋友圈 你说过任何时候 我有事都可以找你 你果然做到了 有你真好 配图是两只手交叉一起切蛋糕的画面 看背景 是我和沈家经常去的马兰德主题餐厅 看着照片中两根一样的平安绳 我努力吸了吸鼻子 评论区一片祝福声 哇 快点官宣 连怀旅款 平安绳都扣上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刘藏得好身啊 原来早明花有主了 怪不得不接受相亲了 刘婷统一回复 谢谢大家 我们好着呢 我起身拿起车钥匙 直往目的地 到了门口 我看着她俩寒情默默的样子 我心中毫无波澜 可是我得哭 哭得越伤心越好 想起刚刚看过的前任三中女主 吃芒果吃到兔还要吃下去的悲凉 我的泪线终于有了知觉 眼泪花花流了出来 挂着泪花走近他们 带着哭腔和痛楚去喊沈家的名字 沈家 你不是说去公司加班吗? 沈 人家看到我时愣神了 然后慌张地推开流停 连说话都打结巴 慢慢慢 我 你怎么在这里? 我拎起准备好的打包盒 我想着你今晚加班不知要多晚 你最近胃病不是饭了吗? 我出来给你买点吃的送过去 可是你 我眼含热泪 咬着唇看了看刘婷 又看了看她 可是我是不该来 这是你喜欢吃的鸡尾虾 你饿了记得吃 我扔下餐盒 在桌上掩面跑出去 毫无疑问 沈家想都没想 就跟出来追我 后面传来刘婷的喊声 沈家 可沈家还是跟随我来到大街上 慢慢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 她表情愧疚又慌乱 迫切想证明自己 慢慢 我跟刘婷什么都没有 只是她做了我三年的助理 一个人在外面无亲无挂 就想找个人陪她一起过生日 我 她跟了你三年 那我呢 我们在一起的十年 又算了什么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沈家的愧疚越来越深 她不停地帮我擦拭着眼泪 一边举手发誓 我保证以后不再跟刘婷单独相处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 就遭天前好不好 我垂眸 三岁小孩才会相信这样的空口誓言 我要的不是这个 但我还是装作心软 你以后不许再骗我 都已经听到这里了 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 制作不易 我们故事继续 这一晚 沈家没有留下陪刘婷 而是跟我一起回了家 这一次把刘婷气得不清 在公司她恨毒了我 不时给我使绊子 任何场合碰到都针对我 同事们都挺好奇 怎么昔日里温柔腼腆的刘婷变化那么大 变得没有风度 爱计较 爱摆黑脸 我轻飘飘说道 或许这才是人之本性呢 她终于怒了 当着众人的面 推掉了我桌上的文件 林曼曼 你凭什么不让沈家见我 她在情绪不好的时候 是我陪着她 在她应酬不过来的时候 是我替她挡得久 给她做饭洗衣的人是我 她喜欢的人是我 你没有资格拦着她 追求自己喜欢的人 众人一脸 惊讶地看向我们 他们第一次发现 原来做小三可以那么理直气壮 我指着地上散落的文件 让她立刻马上给我放回原位 不然这个公司怕是没有她的主席之位了 就凭我是她的合法妻子刘婷被当场掖住 转而又一脸挑衅 哼 男人是你的 男不成公司也是你的吗?管得真宽 还真是 这家子公司就是我哥爸名下的 也就是沈家所在公司的分支 她跟了沈家三年 连这个都不知道 确实如沈家说的 真是废物 不过沈家肯定也不会让她知道 怕她跟我有什么交集 众人开始对着她指着点点 刘芳飞语就像一把利剑 比寥寥几句话有用多了 刘婷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垂着头愤恨地走开 之后 刘婷像是疯了一样 班也不按时尚了 天天就跑到沈家公司楼下去等她 沈家拒绝见她 她又跑到我们小区楼下等她 站在我们家阳台下方 坚持不懈地给沈家打电话、发信息 沈家 你下来见我一面吧 我真的很喜欢你 沈家下面好冷 我快坚持不住了 沈家 我好想你 我好像要撑不住了 沈家当着我的面 不敢接电话 看到是她就挂掉信息 我不知道回没回 不过 看她坐立不安的样子 我突然想笑 男人没这个本事 非要搞外语 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 惊提力竭 活该 终于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 刘婷还是没走 我站在房间的落地窗 看到她站在下面淋了个落汤机 出来时刚好看到沈家从阳台进来 看到我 她急匆匆的样子 下雨了 我看看阳台有没有衣服要收 她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阳台的位置可以看到刘婷的位置 我没有拆穿 随着雨势越来越大 沈家在客厅来回的踱步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焦躁不安 刘婷依旧发着信息 沈家 雨下得好大 我全身都湿透了 我好冷啊 我真的很需要你 沈家打雷了 我好害怕 你能下来陪陪我吗 今天是我妈妈的忌日 我真的好伤心 晚上十一点我睡下 沈家小心翼翼地回访 轻轻喊我的名字 慢慢 我知道她在试探我是否睡着 好 如她所愿 我装睡得功夫一流 沈家捏手捏脚地开门 我听到悬棺处传来啪嗒声 是伞掉落的声音 它是真急 随后是关门声 我缓缓起身 继续站到落地窗前 看着沈家奔向刘婷 刘婷一看到沈家 迫不及待地勾住她 吻了下去 刚开始沈家还没有接受 最后却沦陷了 雨夜路灯下问多浪漫 我平静地看着沈家一晚上都没有回来 我也一晚上没睡 刘婷先是在凌晨十二点多发了条朋友圈 迟来的爱也是爱 妈妈在九泉之下可以放心了 因为我身边有了可乐托付的人 佩图是两只相互交叉的手 同样的平安节限量刺眼 我大放点了个赞 我想起前阵子我和沈家一起在黎江半岛散步时 食指交叉的时候 侄子之手不能与之偕老 终究是要散了 早上六点 刘婷直接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她和沈家在一起 本来我以为自己足够平静 看到沈家酣睡的样子 某一处还是疼了一下 胃里突然泛起一阵恶心 跑到卫生间吐了个痛快 脏了我的眼 吐干净后 我发信息给发 小安山可以收网了 我去了安山家 他是唯一个知道我要做什么 却又无条件支持我的人 因为这件事需要他的帮忙 才不会让沈家起疑 沈家在门外苦等三个小时了 安山让我进去 跟漫漫解释好吗? 昨晚我只是想给刘婷送一把伞 后来发现她全身都湿透了 就想着送她回去换衣服 然后她又哭着说 昨天是她母亲的忌日 一个人好孤单 我就陪她喝了点酒 没想到就我不是有意的 你知道我根本看不上她 长得丑身材还不好 把她晾得差不多了 我才让安山开门见她 离婚吧 沈家 我直说 沈家想都没想就摇头 不可能 慢慢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相信我 昨晚的事情只是个意外 我不喜欢刘婷的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可能 她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 我太了解她了 她只会一次又一次地愧疚 不会改 更不会承认自己在感情里的不忠 况且 通过我垂手可得的一切优厚条件 她怎么舍得放弃 没关系 离婚也不是我这一步的计划 你上次才发过 是不会单独和刘婷见面 你昨晚做了什么? 半夜醒来 发现你不在 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打你电话也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我担心了你一晚上 结果你呢? 躺在刘婷的身边 沈家 你骗了我三次 还叫我怎么相信你 沈家迫切想得到我的原谅 慢慢 你再相信我一次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只要不离婚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垂谋不答 安山会议 拿出一份婚内财产协议 用话逼她说什么都没用 空口无凭 除非你签了这份协议 不然我不会让漫漫跟你回去的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安山眼神犀利 她是专门帮人打离婚官司的 夜内名声大噪 这份婚内协议里 清清楚楚罗列出了财产归属 如果我跟沈家离婚 所有财产和公司股份归我 她相当于净身出户 此时此刻 沈家迫切想留住我 也因为愧疚感被放大 想要补偿我 她顾不上许多 只要不离婚 什么都好说 而且只要不离婚 这份协议就不会生效 她是铁定不会离婚的 所以毫不犹豫在协议上签了名 而刘婷 她在公司春风得意 完全不顾大家对她的非议 反而有种小三上位的炫耀 我前脚刚到茶水间 她后脚就跟过来 照片拍得不是很好了 你凑合着看吧 我早就说过沈家喜欢的人是我 让你跟我争 有你哭的日子 趁早离婚 别再纠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我转身看她 你怎么知道我没提离婚 随后我放出一段录音 离婚吧 沈家 不可能 慢慢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相信我 昨晚的事情只是个意外 我不喜欢留停的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可能 我提过了 但很遗憾 是沈家 不想跟我离婚 刘婷听了后 脸色瞬间刷白 身体僵硬地站在原地 还是那句话 有本事尽管来抢 当然我也会递刀 而且是很锋利的 所以 在还没有完全走出茶水间时 我拿出手机 拨出一个电话 喂 王医生吗 下周想跟您预约一下 子宫手术这么多年 我还是没怀上 打算放弃了 刘婷的眼神瞬间 即便刘婷差不多消停了一个多月 这段时间她正常上下班 没有再来招惹我 也没有找沈家周围的同事 慢慢地也把这事翻篇了 只是对她敬而远之 沈家最近也老实了很多 除了上班 其他时间都腻歪在我身边 像是在极力证明什么 只是偶尔会看着手机发呆 我为了考验她为由把她赶到书房 我可不想她脏了我的房间 一个多月后 刘婷突然化了精致的妆容到公司 趾高气扬地站到我面前 你不是一直挺自信 觉得我抢不过你吗 我平静地看向她 我怀孕了 是沈家的 这天晚上沈家没有回来 第二天沈家也没有回来 第三天沈家回来了 她胡子拉扎 脸上带着疲惫 眼里却泛着惊喜的光 像极了当初我同意她求婚的样子 不过她现在跟我开口说的是 慢慢 我们离婚吧 我小口饮着咖啡 我可以知道原因吗 刘婷怀孕了 你不能生育这么多年 我们没有孩子 我可以不介意 但不孝友三 无后为大 我爸妈一直盼着 我能有个自己的孩子 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我也认了 就当时给你的补偿 我垂眸藏下所有的情绪 好 我跟沈家很快办好了离婚手续 因为有人等不及了 第二天 刘婷就在朋友圈晒出她和沈家的结婚证 真爱永远不怕迟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评论区下一片哗然 做小三上位还那么光荣 脸皮还真厚 知人知面不知心 原来是抢别人老公的小三 呸 也不罚小三专业户对刘婷的一脸羡慕 哇 终于扶正了 恭喜恭喜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萨 刘婷到公司后迫不及待找我炫耀 看到了吗? 现在我才是沈家的合法妻子 我淡淡地说恭喜她哼了声 财产和你平分 真是太便宜你了 不过看在你不能生孩子的份上 我跟沈家就当施舍给你养老吧 我代声说 谁说我不能生孩子 那天在茶水间 你自己说怀不上孩子 要做手术哦 笑笑不说话 又是谁跟你说财产平分的 刘婷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沈家为了你们的孩子宁愿净身出户 是不是很感动? 哦 你还不知道 是我建议沈家先不要告诉你的 免得惊动了你肚子里的贪 刘婷听后班都不上了 直接跑回家找沈家对质 听说她和沈家大吵了一架 逼着她要把钱从我这里拿回去 经过法律公正的已经转到我名下的财产 怎么拿得回? 现在的沈家再也不是我爸公司的总经理 就是一个拿着月工资四五千块钱的小职员 也没有任何财产 刘婷想当傅太太的梦想破灭了 她不甘心来公司找我闹 她不闹还好 人事部直接把她开除了 慢慢早就看她不顺眼了 现在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要不是你拦着说她怀孕了 你信不信我们一人一脚把她踢飞喽? 本来早就可以开除她 只要她没闹事 公司不会做有为条例的事 现在她每次来公司找我闹都被保安拦得死死的 连我面都见不着 我也借着这个由头 直接给自己放了个长假 到马尔大夫去度假 走之前 我给沈家寄了份大理她的不遇报告单 结婚第二年 我和沈家就打算要个孩子 无奈迟迟没有动静 妈妈劝我跟沈家都去做个全身检查 结果出来后 沈家那天忙 我一个人去取得报告 看到上面的诊断 我整个人都恍惚了 回到家状态也不好 直到沈家问我结果时 我脸色苍白 手心全是汗 沈家握过我的手 慢慢 没关系的 即使你不能生育 我这辈子也不会离开 大不了我们领养个孩子 我愣了一下 最终没有说出口 沈家妈妈不知怎么知道我没生育的事情 打电话来要死要活地说取了个不能生的媳妇 让沈家绝了后逼着沈家跟我离婚 沈家拼命维护我 谁也别想把我和林曼分开 这辈子我非她不可 你们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会跟她离婚 我知道沈家跟她父母一样是传统的人 她能为我做出这样的选择 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被她的真诚感动 就背下了这口锅 沈家收到我的邮件后 自己又跑到医院重新做了一次检查 看到一模一样的结果后 她整个人都崩溃了 马上回去质问刘婷孩子是谁的 刘婷刚开始不肯说 沈家就跟疯了似的打她 硬生生把她打流产了 刘婷受前男友家暴的影响 害怕沈家把她打死 赶紧说了孩子就是前男友江浩的 原来刘婷一直跟前男友有着联系 一边调着沈家 一边又跟江浩藕断撕连 刘婷就是江浩到公司找她的那一晚怀孕的 那时她就计划好了要让沈家做接盘侠 刘婷哭着跟沈家解释 我本来是想打掉孩子的 可是我听到黎曼说她不能生育 我想着用孩子拴住你 让你跟她离婚 再跟我结婚 说着说着她突然醒悟过来 是黎曼她骗我 她骗了我们 她故意让我以为她不能生 给我下套 急我去骗你 让我逼你离婚 你一早就被她骗了 被她下套签了协议 离婚后你只能净身出户 一无所有 而我什么也得不到 黎曼的心真狠啊 刘婷像封了一样癫狂大笑 黎曼 你真是下了一盘好棋 沈家颓丧地坐在地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趁着这把火烧得正热 我又送了一份大礼给他们 我把刘婷被沈家打流产的消息透露给江浩 她可是个暴力分子 知道刘婷为了嫁给沈家做父太太 最后孩子也没了 江浩再也忍无可忍 跑到他们的出租屋把该砸的都砸了 最后不泄愤 反正孩子已经没了 就要挟沈家给一笔赔偿 不然有她好看 江浩就是个社会渣仔 一个人一条命就跟他们杠上了 沈家受不了这样的日子 提出要离婚 刘婷哪里愿意碰上江浩这号人渣 两个人面对总比她一个人强 她死也不同意离婚 渣男渣女就这样捆绑一生 王德那边我也送了一份大礼 伤害我的人一个也不会放过 早几年前 王德作为公司财物 借着职务之便挪用公款 虽然每次都会填回去 但这种事情做多了 胆子就大了 因为这时我早就提醒过沈家 让她和王德打声招呼 凡事不要太过分 不然我也保不住她 加上王德有一个败家夫人 最近我还看到她发朋友圈炫耀自己的限量款新包 我把她擅自挪用公款的证据匿名寄到了公司 数额巨大 公司直接走法律程序 她不仅要赔偿公司损失 还要面临牢狱之灾 沈家突然来找我 她比之前憔悴了很多 眼窝深陷 胡子拉扎 身上的衣服也皱巴巴的 整个人很沮丧 看样子就知道过得很不好 慢慢她叫我冷声呵斥 别过来 我闲脏 她站在原地 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我知道错了 慢慢是我鬼迷心窍 上了流亭的当 我不该同情她 也不该背叛你 原来 是你帮我背下了不欲的锅 我爸妈那么对你 对不起慢慢 真的对不起 你原谅我好吗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不好 我转身就走 她在我身后嘶吼 林曼 你就这么狠心吗 我们十年的感情 难道你一点都不念旧情吗 你真是蛇蝎心肠 真是可笑 明明背叛的人是她 她凭什么质问我 不过我不会跟这种男人继续纠缠 好自为之 直接无视她离开 后来我把空置的后院种满了花草 上班闲于时间就精心打理着我的宝贝们 看着我的花花每天都朝阳盛开 我被成功治愈 往后余生 我要过得像满棚的花一样精彩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想吐槽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 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